всё, 我就好了 陳氏, secular藝院 Arts and 出席委員與職務法定人數現在開會 請先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先讀好了 立法院第九屆第五會期 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 第八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間107年3月28日星期三 92分至18時35分 3月29日星期四 92分至17時35分 地點群銜樓801會議室 出席委員吳玉琴委員等15人 列席委員吳秉瑞委員等25人 列席官員行政環境保護署署署長李應元等相關人員 主席邱召集委員太元 報告事項 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決定議事錄確定 委員王玉敏程序發言後處理臨時提案 通過臨時提案五項 另有臨時提案四項 業已修正並入第四項提案 臨時提案二項表決未通過 委員陳怡敏等五人提議 財記名表決現場委員表示異議 主席財事進行表決 經舉手表決在場出席委員 十一位韓主席 贊成者五人反對者五人正反同訴 主席加入表決並表示反對後 贊成者少數不通過 二提案內容請參閱書面資料 表決結果 在場出席委員十一位韓主席 贊成者五人反對者五人 正反同訴 主席加入表決並表示反對後 贊成者少數不通過 討論四項 繼續審查行政院行情審議 空氣污染防治法 修正草案等五十八案 委員王玉敏一人說明提案指去 決議一行政院行情審議 空氣污染防治法 修正草案等五十八案 则其繼續審查 下次審查會議至第三十一條以後 條文及保留條文繼續討論 二本次會議審查情形 相審查結果 審查結果依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章名集 第二條第四條第十一條 第十五條第十六條 第十九條第二十條 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五條第二十六條 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九條 二照行政院提案修正通過 一第三條第十一款修正如下 即控制技術 只固定污染源 只固定污染源為減少空氣污染物 所採取之污染減量技術 主要列別如下一 最佳可行控制技術 只考量人員環境經濟之衝擊後 污染源應採取之 以商業化並可行污染排放最大 減量技術 二最低可達成排放率控制技術 只考量能源環境經濟健康等 衝擊後 並依據科學方法 污染源應採取之減少 污染物排放至最低排放率之技術 二第五條第三項 墨具每五年修正為每四年 三第十三條增加第二項前項空氣品質監測站 設置及監測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汁 四第二十二條 一第一項 公司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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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經中央主管機關中 精致修正為符合二字 二第一項 末具後 新增 斗點 並公開於直轄市頓號縣市主管機關網站等字 三保留 法案名稱及條文計十三條 第一六七八九十十二十四十七十八 二十四二十八及三十條 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對上次議事錄有錯誤或遺落之處 沒有議事錄確定 本次會議為三天一次會 今天以週三的議程為 繼續審查行政院含請審議 空氣污染防治法修正草案等五十九案 那我們按照上次的繼續 因為上次只要是國民黨有提案的 我們基本上都保留 但是現在就是今天國民黨的版還沒有進來 所以沒關係我們 我們非常有耐心 那那個禮拜三應該會進來 所以我們今天就按照上次到第三十條 那第三十一條我們再開始到底 可能今天就要休息 那禮拜三再開始希望國民黨的版本進來 我們就可以一條一條再把比較爭議的再來做討論 原則上今天的課程大概是這樣子 議程大家心裡有一個了解 那我也這幾天也看了一下大概三十一條以後 其實爭議都公司都還蠻有的 但是我們還是要少過一遍 那那個另外稍微宣布一下今天的休息 今天因為如果我們依照這樣的訊息可以 大概也不一定會到五點半 所以我們就 那個今天的休息就十五點半到一點半一個小時 那如果我們今天從三十一條開始到底 只要國民黨有提版本 我們就基本上就不做決議 等那個禮拜三版本進來 我們再把整個再從頭再掃一遍 這樣大家覺得可以 那我這個在場 介紹在場的委員 從這邊好了 我們吳依晴委員 陳曼麗委員 林靖宜委員 王毅民委員 蔡萬萬委員 陳怡敏委員 陳怡敏委員 那還有我們就由 王子彤委員 王子彤委員 你都沒有坐到頭前的 都有了 好 那我們關聯代表就請李英元出場給大家質疑一下 今天就不做介紹了 還有我們是董次長 董次長 來董次長 謝謝 我們蒸起時間 好 現在請提案委員 徐志榮說明提案要指 不過現在請先讀委員 徐志榮等16人之提案 提案條文內容 新修案的修正動議 請一併先讀 空氣污染防治法委員 徐志榮 18人提案 第十二條 第八條至填條 關於總量管制制規定 應於建立污染源排放量查核系統 及排放交易制度後 有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經濟部分期分區公告實施 第十四條 因氣候變異或其他原因 至空氣品質有嚴重惡化之於時 各級主管機關及公司場所 應及採取緊急防治措施 並得發布空氣品質惡化警告及禁止 或限制交通工具之使用 公司場所空氣污染物資排放 及機關學校之活動 前向空氣品質嚴重惡化之緊急防治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有關機關定之 第十七條 前條空氣污染防治費除營建工程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徵收外 由中央主管機關徵收 中央主管機關由固定污染源所收款項 應以百分之六十比例 將其撥交該固定污染源所 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由移動污染源所收款項 應以百分之五十比例 將其撥交該油燃料銷售所 所在所地所在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但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執行 控制品質維護或改善計畫成果 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 不加貨為依第十八條規定 使用者中央主管機關 只能得逐減撥交這款項 前項收費率由中央主管機關 匯商有關機關 以空氣品質現況污染源 污染物油燃料 種類及污染防治成本定資 前項費率施行滿一年後 有定期由總量管制區內之地方 中央主管机关考量该管制区环境空气品质状况 依前项费率增减30%范围内 提出建议收费费率 报请中央主管机关审查核可并公告之 第35条修正动议公司场所应将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核波之固定污染源设置与操作许可证燃料 使用许可证及一本法申报之资料 与环境工程技术空气污染防治专责人员及环境检验 测定机构之证号资料及固定污染源之主要污染物名称 特征污染物名称排放方式监测浓度和总量 超标排放情况防治污染设施之建设及运行情形 环境污染公共监测域警机制及突发事故之紧急应变措施计划 公开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网站 但涉及国防机密或经公司场所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 申请核准之工商机密者不在此县 各级主管机关得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网站 公开公司场所环境工程技师空气污染防治专责人员 环境检验测定机构查核处分之个别及统计资讯 前二项资讯公开方式及工商机密审查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 第案人委员蒋万安联署人委员陈一鸣丸环玉敏 第七条修正动议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依前条规定 拟定空气污染防治计划 报中央主管机关核定后公告之 并应每五年检讨修正 前向空气污染防治计划之 拟定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考量空气污染物流通信 会同临近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 第案人委员黄秀芳连署人委员吴玉琴 陈曼丽刘建国宣读完毕 好谢谢 现在继续进行主条讨论 从第31条开始讨论 黄班署有准备一份各项提案 与修正动议对照的检表 现在发给委员们参考 划下去了吗 划下去了 好那请大家参考 好那就换到第31条 好第31条条文委员或行政单位有无意见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好跟委员报告好 这个31条这个相对的是比较单纯 这个是我们参加这个门口楼议定书里头所有一些需要管制的一个空气污染物 大家有争议的部分 原来我们行政的版本是说 中央主管机关得禁止或限制国际环保或公约管制制 抑制空气污染物质 有争议的是 有委员是提案 就是说要把这个得改成因 得改成因 那我们的建议是说 因为这个国际公安里头 这个我们一定是真到国际公安的一个指示 但是是不是我们可以做到那个地步 第一阶段我们这样消没问题 那第二阶段可不可以做得到 还是说我们是有稍微有一些差 有一些出入 那因为我们不是前列国 我们到底要做到什么地步 我们是建议说保持得可能是比较有弹性了 我们可以做得到 然后当然做不到的话 这个就没有那么强制性 所以这个是以上一些建议 所以我们是建议是说 那是不是还是把它改 就是依照行政院版 就是不改 就是用得就可以了 谢谢 不想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 好没有 我们就建议采行政院条文 第三条条 跟委员报告 这个第32条 基本上是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 有些意见我们已经把它纳入到行政院版里头来处理了 所以这部分32条的部分 我们是建议是说 我们是建议说 因为这里头是相对单纯 它是在污染防治区里头不得有下列的行为 所以是一个行为法里头的要件 所以这个已经行之有年 那是不是就照行政院版的一个方式来通过 以上报告 好谢谢 有没有委员有意见 没有的话 没得照行政院版 行政院案通过 第三十三条 第三条基本上是 大概是有一些争议可能是必要处理的 第三条里头就是说 这个当公司场所就是说 比如一家工厂如果发生火災的话 第一个是工厂必须要采取紧急应变措施 所以他必须要提出一个 他一开始的时候要一个小时要通报 通报以后直下是要去通报 这个当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机关 那并且要发布这个空气品质恶化的一个警告 采取应用措施 原来的条文是这样 那有委员是建议是说 因为通报的通报 他是希望说这个能够再多通报一些 所以这部分他希望说我们能够去加一个 这后面再授权一个立法的一个要旨 那这部分是不是 我们是有一个条文 我们是有一个条文 是不是把他32条的部分把它划下去 好请 这是照委员的意思 我们是稍微做了一个修正 你说第三十三条修正 三十三条对 第三十三条的部分 我们稍微做了一个修正 那修正的条文是这样 有没有大家都有 应该单张的大概都把它发下去 好 好谢谢 三十三条 这个有修正的是在第三项的部分 第三项的部分 第三项的部分就是 公司场所应拟定空气污染 突发事故 紧急应变措施计划 报经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核定 第四项是 前项空气污染突发事故 紧急应变措施计划 其应记载的内容及执行方式 由中央主管机关定制 那这个大概是跟一些委员沟通的一个版本 那是大家同意 如果是同意的话 是不是照这个修正意见来通过 以上报告 好 第三十三条 我也有提修正动议 那其实环保署也有 跟我们办公室沟通过 我想先看三十三条 呃 线型的条文 基本上就两个层次 第一个 也就是说对于公司场所的固定污染源 如果发生了突发事故的时候 包括也许管线破裂 或是火灾 或等等 发生一些严重或是高污染毒物的气体外泄 等等类似这样的情形 那科宇 这些公司场所负责人 必须要采取应变措施 而且紧急通报的义务 而且是在一个小时内 那 先就这一个层次来讲 我认为其实必须要求 这些公司场所 这些工厂 或是负责人 拟定相关的应变计划 也就是说 其实过去有很多的例子 其实这些场所的负责人也好 或是这些场所的工作人员 他在面对突发状况的时候 他不知道怎么处理 也就是他事先没有任何的计划 甚至在拟定计划之后 我们也必须要求 他们做事先不断的演练 也就是当突发状况发生的时候 有一套也许是SOP 标准作业流程 或是知道怎么处理 这才是这个条文 真正想要解决的问题 因为突发状况就是 很多情形是 他事先没办法预见 不知道怎么处理 所以这边 我的修论东西是 科宇这些公司场所的负责人 他要拟定计划 而且必须每年检讨 那我看到环保署现在拟定的文字 是指示拟定一面计划 然后在执法订定 计划的内容等等 要这些公司场所的负责人 能够来照这个标准来拟定 但是我希望的是 每一年 能够定期的检讨 因为也许我们参照国外的例子 或是周边国家 可能面对 突发状况 我们也必须要反映在 这些公司场所的计划里面 所以除了拟定计划 也必须定期的来做一个检讨 这是第一个层次 第二个层次 也就是在33条的第二项 要求 当这些负责人通知了 县市政府以后 县市政府就有责任 必须要来采取必要的措施 以及发布空气品质恶化的警告 那这一项 也是这一次环保署新修订 增加的条文 那我认为 其实应该比照 现在地震的时候 大家手机都会收到通报 也就是透过行动宽屏 甚至是有电视这样的方式 来紧急通报 告诉民众 现在当地某一个 也许工厂 发生了突发事故 气体外泄 让民众第一时间 能够知道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因为就在2015年 其实在苗栗头粪 的横移化工厂 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三氧化硫外泄的事件 而造成有两名 亚太创意技术学院的运动休闲系 两名女生 她因为肺部受损 造成她长期运动专业的生涯中断 甚至她无法享受运动的乐趣 当时就是发生了 因为横移化工厂 她硫酸管线 老旧必须要更换 结果因为负责人 她没有注意到相关应该注意的事情 而造成蒸汽管线破损 导致蒸汽外泄 大量白色烟雾不断的冒出来 而随着风势这样飘散 共造成了12个里 3万多户影响 而当时就有11个人 因为气体 因为闻到这个气体以后 感到极度的不舒服 出现咳嗽 呼吸到吃筒等等 而当时这两位女同学 就在学校附近 所以这件事情造成她们肺部受损 永久性的受损 所以最后她们被迫只能 从事所谓的幕后 担任教练 她没法到第一线去竞赛 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 第一时间紧急通报 非常重要 而现在科技发达 地震来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透过行动宽屏 甚至透过有些件事 第一时间 第一手 告诉民众 当地已经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他们可以 透过手机知道 然后赶快的 也许逃离现场 也许 在家里面 也许在室内 等等各种方式 能够赶快应变 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紧急通报的话 就会造成像苗栗 2015年 这样的憾事发生 这的确是一个憾事 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在讨论33条 这两件我看到 环保署今天的这个条文 我认为已经有纳入 我们几位委员修正动议的精神 但是第一项 我认为在拟定应变计划的时候 应该定期检讨 在第二项的时候 可以与地方政府通报义务 应该结合最新的科技 如果地震来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处理 我觉得空气 这样突发事故 发生的时候 应该也可以比照来处理 好 非常谢谢蒋伟恩 那我想问问看环保署 处长先回应一下 谢谢委员的指教 这个这部剪辑应变措施计划 事实上是会包括比较多 那原来我们是说这个在授权立法里头 我们在一起把它详定的 因为这里头基本上 去定一个比较 这里头 我们剪辑应变措施计划 事实上是会跟排放许可证 把它绑在一起 它只要是有一些变更的话 它这里头要跟着变 尤其是它有运作一些毒化物的话 这里头要跟着变 那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事实上 我们这一部分 就是在立状物的部分 我们是已经跟 跟那个毒化物那边 还有栽方法那边 已经有绑在一起了 所以这里通报的部分 我们是会做 但是通报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去详细的看看 哪些可以做得到 因为有些东西实上是通报的 因为如果真的是 是发手 就简讯通知的话 一通三块钱 你能够通知多少 那这个是要去跟一些业者 还要再把它谈下来 所以这个是一部分的部分 我觉得处长 如果你讲到经费 我觉得 因为这不是说任何事情 而是说突发状况的时候 我知道 它可能发生机率 其实不高 我觉得这个部分 其实可以做 因为现行有限电视广播法 第四十条就有相关的规范 我觉得就可以来做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刚刚提到的 你定一边计划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定期做一个检讨 否则任何公司场所 我定一个计划 我符合你们执法定的标准以后 就放在那边 是不是甚至未来 你定期检讨的时候 也是否可以看说 他们定期 有没有一套标准做的流程 他可以做事先的演练等等 否则如果 即便计划在那边 真的实际发生状况 他从来没有操演过 他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怎么处理 所以我认为这一条 如果今天我们在讨论 在修法的时候 就应该一并的通盘考量 而不是当定了以后 事实上在实务面 没办法执行 甚至没有办法达到 我们立法的目的 好 谢谢 江委员是不是可以 我们再听一下 如果说你要在第二个再上来都可以 我们听多一点委员的意见 好的 谢谢江委员 谢谢 那接下来请吴委员 主席各位先进 这条很有趣 因为他夸了很多局促 我想空宝处的处长 不好意思回答 我来回答 因为这个我们修的是空污化 是要在空宝处列定的空气污染物里头 才是属于空宝处管的 那江委员刚刚讲的范围很大 其实很多的范围是在化学局里面管的 所以刚刚江委员要讲的那个是 在化学物质管理法里面要修的 很多他不再列为空气污染物 就不在这个法里面管 那个是等于毒灾或是化学灾害的时候 所以这个法两个法要分清楚 就是说目前我们这个法管的是空气污染物 或是有害空气污染物 在这个定义范围里头的 才属于空宝处在管 也就是我们今天修的法 才是要管这些化学物质 但是另外的毒灾 是属于化学局的化学物质管理法 或是以前的毒灾应变法在处理的 但是那个化学物质管理法要修法 那个法已经进来 那我们当然要跟得上美国的潮流 就是要所谓community right to know 化学工厂要把它使用有害的物质 要跟它的当地的地方政府要登陆 跟中央政府要登陆 那这样子经由风险评估来评估 它到底当地的居民要不要疏散 刚刚蒋委员讲的就说 它这个紧急排放的化学物质 会影响到护菌居民的健康 那那个要疏散 所以那个要紧急应变措施 都在化学局里面 化学物质管理法里面要规范的 不属于空气污染防治法规范的范围 除非这个物质已经列在 未来空法要列管的 有害空气污染物 那我们才会列在这次修化里面管 这两个话要分清楚 那这个未来化学物质管理法 我们当然要严格规范这方面的作为 但是要用像地震那样子 可能比较慢的啦 因为这样又用到防災中心去 又送出来 那那个可能紧急应变上会速度比较慢 其实应该由地方政府尽快来发布 解决这个疏散的过程 所以这里两个话会有 有些人可能会混淆了 但是我们要把它分清楚 谢谢 吴会员请教一下 你那个如果这个空污是伤害身体的 那也是在 这怎么分别嘛 我想大家有点混淆 就是要列在现在这个法修的 空保处有把列在有害空气污染物 如果是有害空气污染物 那就属于空 对就在空物网里面管 那如果空气污染物 但是因为化学物质很多 大部分的化学物质是属于化学局在管 那这个就是化学災害 那就是化学物质啦 我想和委员说了 我们再来应该再来 我们再第二轮在讨论都没关系 已经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 不用急 接下来请陈委员 我们就尽量简短啦 重点讲一讲 谢谢主席 我想就是说第三十三条 目前环保署改的这样子的一个版本 有把很多的委员的提案的版本都融入 那我想是说 我们过去的法规里面 并没有讲到 我们要事先研临一个应变措施计划 但是在这一次里面 我们就把应变措施计划里面 就把它明定进去 而且就是说我们也会看到 如果是说我们现在 当然就是说县市政府 现在的责任也会有出来了 包括他们要做这样的核定 还有呢 如果真的发生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要开始 有一个得令他来停止 这样子的一个继续操作 并且呢 而且发布了空气品质恶化的警告 这个部分呢 过去我们常常会看到很多的民众 他们在开高速公路的时候 就发现 怎么冒了一大串的黑烟 所以呢 这个反而是民众 好像就是说会在网络上面 布达这样的讯息 反而不是由地方政府来做这样的布达 所以呢 我想说这一个法条呢 到目前为止 我看起来是还比较完整的一个法条 谢谢 请那个 行动单独要不要先回应一下 来 张富 主席 主席 各位委员 大家早 我想就说 综合刚刚那个 蒋万委员跟吴昆毅委员的意见 我们 我们第一个做这样的建议 在第三十三条的 新增的那个第三项里面 我们把那个公司 公司场所因拟定空气污染 突发事故 紧急应变 措施计划 并定期检讨 然后报经 直辖市 县市主管机关核定 但是频率的部分 就是从我们在执法来 第四项授权的执法来定定 但是如刚刚那个吴委员所提的 那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区分说 什么是空气污染物跟 这个毒性化学物质的这种防灾 那其实跟各位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在那个 我们我们属那个 那个环保署主管的业务里面 有一项毒性化学物质 危害预防及应变作业办法 其实里面已经有规定 那个像那个在第第三条里面 已经有规定说 要无预警的做测试 整体要演练 然后第六条也有规定 就是说这些这个应变办法 每两年要定期检讨一次 所以其实如刚刚吴委员所讲的 如果是属于毒化灾的部分 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检讨看看够不够 我们不够我们来加强 这是以现在法定的空气污染物质 那刚刚吴委员也提到过 那我们其实去年 9月20几号已经预告了 那个有害空气污染物的一些预告 那大概预计两年后 我们就会有第一批的预告出来 如果那时候有双方重叠的部分 我们会去检讨如何把它会整在一起 是不是就这一部分 33条部分就如可以容我 像刚刚以上的见 我们就指第三项再加一段 就是说加几个字 并定期检讨 但是频率的部分我们留在我们第四项 授权执法我们来规定 看看是不是 江文这样子可不可以 好谢谢 以上 好谢谢那个副寺长 那我想基本上可以啦 就是说在文字上我们定期检讨 那频率的部分 好 其实我觉得在执法定定是可以 好 那我想这个是当时我修论动力的一个目的啦 那第二个我想请教 这个署长或副署长就是说 那关于这一次 黄保署你在新增第二项的时候 也就是科与地方政府 要有一个 发布警告的一个义务嘛 也就是说我们看第二项 你们 呃今天送到的这个 这个修论条文里面就是说 呃直加县市政府 并应发布空气品质恶化警告 即采取因应措施 那我这边想请教就是说 那你们现在规划是怎么样发布 这样的警告 因为我会建议就是说 透过行动宽频广播 有线电视广播等方式 来立即告知周边的民众 哦了解到说现有一个突发事故 哦可能有气体外泄 等等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如果没有这样子的方式 那现在照你们一定的条文 是怎么样发布 呃这边跟委员报告 其实现在因为像以PM2.5来讲 已经列入灾防法了 以我们现在的那个预告 比如说我们这次 针对那个6号7号的那个沙尘报 那个其实我们有在网路上用 在电视里面用跑马灯去提醒 但是未来看如果用那个行动宽频 那涉及到经费问题 我们现在就是说 早上陈后期我们讨论 我们会回去从灾防法研究 以及这样这些地震的那预警 那些我们把它研究清楚 看看怎么样来做更完整的预警 跟它相关费用的话 是不是我们等整个盘点完之后 再来跟委员做报告 好我知道说现在相关的灾防法 对于空气品质恶化 比如说PM2.5等等 已经有纳入 但是这边我们讨论的是 突发状况 也就是它可能发生的 这种严重程度是更高 而且它并不是说 定期监测这种PM2.5 而是突发状况 紧急比如说刚刚我讲的那种 非常特殊的例子 那这时候我觉得就必须要 面对这样很紧急 很特殊的状况 就不应该在乎这种经费的问题 而透过行动宽敏的方式 就像地震来的时候 我想这些是 攸关人命的 这没有办法说透过 这种经费或预算来衡量 这是应该要来做的 我也同意就是说 副寺院长就说你们 把这样的一个意见 带回去重新盘点跟演你 不管说在母法或在职法 我觉得这应该都要加进去 那个几个地方 那个赵伟 各位委员 真的是非常谢谢 大家的这个智慧 这一条已经接近非常完整 那么蒋委员这个部分 我想在 我们在不管是 第七条 每一个县市都要就这个 县市政府都要制定这个方案 我们也可以在那个地方要求 因为相关的 那个标准原则的 定定中央机关会要求 另外在这一条的第四项 我们在定定这个执法的时候 也可以做这样相关的要求 因为大部分的 紧急状况 你不管在哪一个地方 刚刚陈曼丽委员有讲 看突然看到一个黑烟 其实地方政府的反应会最快 地方政府有清洁队员 有民众都会很快就对环保局 对相关这个来通报 所以这个部分是有好几个地方可以做 所以一个第七条 我们制定办法之后也可以这样要求 在这一条第四项也可以这样要求 在执法里面就这样规定 好不好 以上好谢谢 好谢谢书长 所以 我也基本上同意就是说 如果你们真的要这样做 在执法定定没有问题 那因为现在你们第四项的文字 只有针对 拟定紧急应变计划 应记载的内容跟执行方法 那我认为现在是说 因为 定定 紧急应变计划 这个是公司场所 但现在是说地方政府有责任 他在发布警告的时候 那怎么发布 我觉得应该在文字上第四项 也把它纳进去 就是地方政府发布 如何发布相关的执行方法 也可以透过执法来定定 那我认为可以纳入 透过行动宽平等方式来发布 不过其实 让民众吃的方法有很多 如果非常小的范围 就是那个里长的那个 村里长的那个广播 就是在一个地方 对不对 那就再多一点的话 可能还要派车子出去 紧急状况 车子去绕 如果说是毒化物 特别紧急的 我们在北中南有七个 这样的一个应变队 那个都会同步进行 消防局 大概县市政府的反应 都会在第一个时间 就会到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 我认为在第七条 地方政府相关的 地方的应变防治措施 里面 可以在个地方 地方政府在那边也可以写 我们就把它注明一下 OK 已经 我们这同仁速度很快 就第二项 第四项里面 第二项之恶化 警告发布 及通知方式 因应措施集 都在第四项里面来做 再念一次了 第二项之恶化 警告发布 及通知方式 因应措施 就是委员所 关注的事项 等等 都 都写在这里面 好 我再看一下这个文字 那我希望中华报局 可以带出演绎 这个演绎的 演绎的很快 这几个部分都在执法里面来 处理 因为它经常变动 好不好 相关的也是 基本上我认为 署长你刚刚讲 村里长那种广播 这本来就要做 但是更实际更快速 其实就是手机上面 直接发布 我觉得在执法里面 应该要纳入 我们可以很多方法 不要只限于 不要排除其他方式 因为这是非常紧急 非常特殊的突发状况 了解 这应该 这要做的 了解 好 苏长 好 谢谢 好 谢谢江委员 那个 環保署已经提出这个 新的版本 我是觉得蛮不错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接下来请刘正国委员 發言 謝謝趙伟 我刚才听到署长讲说 这条已经修到极尽完美 要不要再叫做禁乎苛求 所以你来 你来 請一下好不好 原本的第三 第三条是公司场所固定污染源 突发事故 所谓大量排放空气污染物食 负负责人应立即 负责人应立即 采取应变措施 并于一小时内通报之下 縣市主管机关 对不对 好 一小时 一小时 要不要思考一下 30分 既然这都请急应变 这第一个嘛 所以一小时 这样的思维 会不会 太慢了 时间拉太长了 这第一点 第二个 整个在通知过程里面 是 司法单位通知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 在左右横向 在做通知嘛 也就是说今天 地方政府接受到 司法单位的通知之后 他才在通知 卫生局 卫生局如果 学校遇到什么问题 学校必须 老师 就是赶快把这些学生 从户外 带进室内 然后关 关闭窗户 那还 地方政府 在通知卫生局 卫生局在通知教育处 还在通知 俠管的学校 那基本上 可能已经超过一个小时了 所以我是觉得 现在 程度刚才讲 我眼里 講我眼里 他说宽屏或怎么样 就像人人都有手机 有一个Apple 就可以来處理这个事情 不应该 在由司法单位 往上通知 然后 通知到这个主管机关 再 往下 还是横向在做 左右通知 基本上司法单位 就必须在半小时之内 在他俠管的 这样一个 承认区里面 通通要通知 完成才对 包含长教机构 可能可以 第一时间 他没有办法去疏散 那毕竟他可以 第一时间去把 窗户关紧 学生在校外 在做 运动 可以老师马上把他带进教室里面 关紧窗户 暂时避免 立即 受到污染 这样的伤害 所以我觉得 这个应该是 在这次修法过程里面 要有一个新的思维 来做一个紧急这样的应变 在万华把P2D纳入 那个是我一直在 argue一直在处理的 最后 已经把它纳入进去了 但是那个紧急应变 跟这样的一个思维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我是希望 如果这一条要秀 近乎完美 只静苛求 麻烦一下好不好 一点点就可以半点钟吗 我想是这样 我想是 感谢委员们 这个 对这样的紧急事故 非常周延 考虑 考量各方面 当然 事情有大小条 当然 当然 我们希望在五分钟里面 你都要处理 可比说 是啊 近乎监定是这样 大家一样的 现在大家的紧急性都很高 所以我们不要说 包括通报的方式 我们都在那个 相关的办法里面 执行办法第四项里面 因为那些都很幼 有时候 你都各项的方式都可以用 有点快就好 快就好 就是真的要幼 而且有时间 我们就希望第一时间 都有 比如说 好好 便宜 等着有机构 像我们婚姻都老人同志 所以相关这种机构 是最多的嘛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司法大会还通知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再往下 然后再横向再联系 基本上 这个 这个都缓不济集啦 我想 因为这些是 每个的样态会不同 委员这个关心 我想我们 刚才在说 呃 我们要要求 要做这样类似的演练 你平常演练 有这个事情的时候 你也要处理 你不要再通勃 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都在这个资法里面 我们现在在这些 做会计 会够定在那裡 对啊 所以所以我不再拿这个 30分钟这个部分 我们再来看过去 发生 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的法定 可能以前的电脑用告 那时 不要 现在这一段时间 你统计 你统计 尽情应变措施 没有啦 所以我还要收 我们就是 更增幅 我们当然希望说 事情会 因为有时候你说 他 他的涉劳 是不是很小 事情要对对决 的地方开始 没有啦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不是你说 我们是说 经济应变的 統治的时间 对吧 齁 这时间1点钟 剩8点钟 这一般人都可以认同 也可以接受的啦 啊 再来就是所谓的 往上往下 左右 横向联系的一个责任区 这基本上 不需要 再由事发单位 直接还要通知 通知转机关 它是必然的 但是它横向的联系 由事发单位 它就必须在第一时间里面 去做完成才对啊 因为我们这个事情齁 这个社会的假新聞也很多啦 不好意思齁 我知道啦齁 所以 你如果说公司有这个事情 你 你不只在5分钟里面 要把主管机关 報告 是啊 要更快更好 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对嘛 这还是下1点钟 其实还是更快更好 那不是说 因为事情有大小的 不一样的样态 所以我们这下一个 一般 都是差不多 整个1点钟 的这个范围 那来研究看看 是不是 看过去 发生过的事故 不不不不 所以我们让它近来 处理这个事情 1点钟 要缩半点钟 这一件事 对不对 那你刚才也说 那没什么假新聞 事发单位发生事情 他要通知主管机关 对不对 你事发单位 去通知主管机关 去给主管机关 那他丫着就不是 没想到说 那不可能有什么假新聞 我是说 事发单位他必须通知知管机关 对啦 再由主管机关再通知 左右 往下 去做联系的情况之下 应该有事发单位 在最快的速度 就必须通知 这些敏感的 相关的机关 便宜嘛 长照机构 学校嘛 这人 你不用够 这人都搞不定 搞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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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层次上落差就很大了嘛 反部就是 帝国人应该把这个 网络 我跟他说 我们的环剪警机制 现在的做法 有的 处理这种的 有多少人在通报 说逃跑什么东西 有一个 主席 主席 包括LINE也是一种方法 LINE群组里面 警察 反部 反部 包括中央的地方 还有这个 这个 这个检察官 包括环团 做一次 十几个人做一次去 就一个 一个 一个 所有人都通知到 你说的 同步通知 我非常支持 同步通知 我非常支持 但是说 因为他在第一时间 補主管局 主管局就補下去了 由俗法的单位 当然他要補 这个中间 要如何 包括 确认 这不是青菜 我是从你院版第三三条 病于一小时内 我知道 我是从这个来说 所以你说三十分钟 我就说 我来看这个宿告的样态 我愿意来 再检查一次 我 虽然说一小时 不是说都要到一小时 有的五分钟 你都要補了 甚至你一发生 通常演练的时候 你几分钟里面 就随同步了 我是在这种用意 用心 緊急的状态 但是 本来是让国民 有一个 寬善的时间 做这些事情 我们要来 不然你说 越来越好 我是了解 所以这个 三种的工程 要在这些 都要做 是不是在执法里面 有这个可能性 我来研议一下 好 我看工程 巿告的大小行来处理 好不好 好 谢谢 他先急 等一下 然后再 陈委员 主席 各位先进 刚刚黄希望委员 觉得我应该 站到那边去回答 其实我们 把化災 跟空气污染 造成的影响 弄混了 所以 我觉得 空气瓶的影响 一小时能够通报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一个小时能够通报 因为你 如果化災 你工厂发生公安事件 马上可以通报 那个没有问题 但是当你 发生一个 事件 然后对空气品质的影响 你怎么知道 对空气品质影响 不然空气品质真正 切到 不然你去拆油 拆到 你不就知道 它对空气品质有影响 不然我们用眼睛看 看不出来 尤其PnO电 其实我们眼睛看不出来 那不是我们可见的范围 里面 如果没有空气品质 政策站 切到 看不出来 所以你不可以说 因为你看到人在燃烧 看到爆炸 就说 它对空气品质影响 没办法这样说 所以 我觉得有一点钟 可以通报 就很不简单 一点钟 就可能没办法通报 再来就是说 不能有地方随便发报 因为 地方 因为这种东西 很多都要靠模拟 当你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 到底对空气品质有没有影响 那是要模拟出来的 还有 侦测站监测出来的数据 才能来证明说 它对空气品质有没有影响 不然我们只要看就看得出来 所以那模拟很简单 那你要用模拟 你要让政府去 隨便找一个人来做模拟 那你也很 很不一定的符合要求 所以这种模拟应该由中央政府 他有一定的程序 平保平管去做模拟 这样子来能够确保 空气品质的数据的品质 不然这样有的人 隨便模拟差很多的就发布 这也是会有问题 所以在空法修好的时候 不能跟化災的处理方式把它混在一起 化災可以及时通报 那个都没有问题 很快可以通报 但空气品质 你要确认它对空气品质有影响 真的要一段时间 谢谢 吴委员 我们请陈委员 好 主席各位委员 我想这个33条里面指的 这个 如果说是有一个大量排放空气污染物 那请问一下我们的那个署长 这个大量排放空气污染物 刚刚其实吴委员提到是说 没有办法立即侦测 可是你们是不是应该 有很多的这种火力发电厂的 这个你们排放的烟囱 你们这些 不是都有一个即时的一个 侦测的系统吗 那如果说是在那种情况下 不是现在都已经可以real time的 都可以知道情况 对不对 所以到底 吴委员讲的 你们有没有办法即时 那如果说是没有办法即时 那你现在如果要定一小时 那要通报 那请问33条有罚则吗 这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说你们现在针对现在整个的 例如说火力发电厂 你们现在如果有突发事故的时候 那空气污染的状况 是不是real time的能够告诉我们 那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你们 刚刚因为刘建国委员提到 是到底30分钟内还是一小时 那但是如果说这个决定的时间 当然是越快越好 但是如果你后面有罚则的时候 谢谢 前面当然这时间定的就必须要合理嘛 对不对 那如果没有罚则的话 那你现在是不是 针对这东西必须要好好讨论 我们应该要定罚则出来 否则的话 你定这一小时 没有意义嘛 就立即通报 那刚刚刚讲委员也是讲到说 那是直接用APP软体也是可以 当然当然 所有可以通知的 刚刚委员的意见我们都很赞成 那陈委员的两个意见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有没有罚则 那罚则是10万到2 2千万 可以罚这么多钱的时候 才能够追溯说 我们真的是一个小时内 没有接到你的通报 谢谢 我就要罚你的钱嘛 而且这个除了这个罚钱之外 就是说如果置人于此还有刑法 是啊 所以这一点 所以这一点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才会定下 但是是在一小时内 你如果罚5分钟 你不能脱10分钟 我这个态度 我们在一个演练的时候 我们做这样的要求 刘委员他的意见 我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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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罚他 你总是要有一个证据 所以说毒发事故的时候 他是慢慢发生的 但他突然爆发出来 所谓爆发出来 你说这边的所谓 有一个大量排放 所以大量排放 一开始可能是漏气 开始 然后到最后大量排放 那你什么时候 叫做大量排放 那应该是你监测到的 那一个空气品质的 那一个污染物 突然大量的升高嘛 对不对 这个给委员报告 我们所有这些大烟囱 都叫SIMS 就是连续的 我记得我上次在咨询的时候 大潭电厂 你要用个大烟囱 一定都会有一个监测系统 就在烟囱 连续监测 对不对 空气排放物的 连续监测系统 是real time 每一分钟都有那个资料 是啊 包括邻国发电厂 现在每一分钟 地方环保局 环保署 两边的资料 这个是我上次咨询 要求你们做的嘛 而且上网 realtime 全国民众可以看得到 因为连越南都有办法 每五分钟一次 我们一样 我们是每一分钟一次嘛 对 每秒 realtime 所以说委员的关切 我们了解 我们尽量在 把委员的精神 在执法定定的时候 通报的方式 应该要越快越好 而且那样的 我们希望在演练的时候 就要求要切实执行 对 好不好 我希望是不是 委员们能够理解 委员的意见 用心我们都了解 我们尽量会把委员的 这个精神 所以署长你可以讲一下吗 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 你觉得三十分钟是不是来得及 没有 我说说 如果他一监测到 因为 电脑的数字 那个 我给文汇报告 我给文汇报告 大数据分析很重要 就是有突发事件 预警系统 就好像说是 如果是传染病防治 都有办法 预警系统 好 都可以做得出来 给文汇说明一下 这个像说毒化災 这个某种程度 大家对于说工厂 因为他 污染物之外 我们更怕 是化学物质 有害化学物质的 同时发生了 我们现在就是 其实就是要抓大 我们不是要 放大抓小 好不好 所以要抓大的 我给文汇报告一下 火力发电厂 如果有突发事件 发生的时候 你们应该是可以 很快速的 就可以侦测到 那SIMS就可以 所以比如说 这样讲 另外就是说 大家对于 关心的民众健康 这部分就是说 化学物质 是啊 化学物质 每一分钟 30分钟内 是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我是 通报嘛 你现在只是通报而已 通报 你甚至连通报 都可以automatically 去做通报 你抓到 你电脑都可以设计 你电脑都可以抓到 然后只要confirm 这东西 马上就按一个零 是不是就通报出去了 因为罚者这么重 再加上 我们平常有演练 他一发生 该要马上处理 都要灰灾啊 你看旁边的灭火器 就要先处理嘛 是啊 真正是 要快说 你东西接了 要快去通报 理论上他以后 很多样态 如果说要关到 教室里面去 那个不行 不要这样 一定要疏散 没有 各种各样的样态 所以会很多 我相信老师也会带着小孩 去关闭门窗 这也应该 我们在定这个法 很重要的一个精神 其实大数据分析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们后面会看 我知道 但是我们现在在定这个法 刘委员的经验是30分钟 你能不能告诉我们 过去的经验 大概平均大概都是 多久内就会做通报 目前这个部分 过去应该都有发生过嘛 对不对 你还有数据 如果大部分事情 都可以在30分钟内 经验法则 如果过去的数据 我刚刚有像 我留言说 我来检视一下资料 30分钟以后的 都已经是异常的状况 但是另外一个大家 特别像委员会报告 我们都 都落在30分钟内 化学灾还是 对于那种30分钟后的 24小时监看 其实就应该要罚他钱了啦 不要再弄到一个小时了 我给委员会报告 你的意见是在这里啦 如果是化学污值 我们是24小时在监看啦 是 就是说24小时都有人在值班 随时你哪一个路上 高速公路 还是哪一个地方 发生翻覆 还是工厂 回头来看这个啦 所以说化学污值 民主关心的就是 突发事件 这两个事件 某种程度 有的是在化災法那边去处理 可不可以做得到 就是空污处这边 应该是要告诉我们嘛 这其实也牵涉到交通部嘛 你就是不跟交通部的钱啦 不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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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分这就不可以 不是啦 民众的健康是最重要的嘛 我知道 对啊 交通部这边 不应该反对这个东西啦 30分钟如果做到 就应该休啦 你如果要说 我希望10分钟里面 就要通报 对不对 对啦 我知道啦 所以我们才需要大数据 过去 你要根本大数据说 如果10分钟内 其实做得到 我刚开始有讲 你的预警的方式 因为化災法也是一个小时啦 10分钟内都做得到事情 就不要拖到一小时啦 当然啦 所以那个是上限 上限 我们都说一个小时内 制止 不要这样子啦 就是这事情就是因为 有罚则在内 我们民众关心 而且如果10分钟内做得到 那我们也可以改成10分钟啊 所以不是这样 延后到一个小时 通报 那个代表说 你们就是不想罚交通部 不是一个小时 不是那意思啦 你们是业务单位 这种事情 我们尊重 但是你们要给我们数字 如果大部分的 像预警措施知道说 只要在10分钟内 甚至3分钟内 都可以通报的 起来的东西 就不要拖到一小时啦 这个是大 我支持这样的精神 所以如果委员在说 我就说集齐这个精神 我知道 那所以现在在修这个法 必须要把这个精神拿出来 不然就是在这边 你们就是在这边 这个已经就是有点是 拖泥带水了 这个就不好 所以我说 我会监察这个数字 禮拜三 好不好 禮拜三我们就这个部分 来回报这个委员会 谢谢 那我们就30分钟 或10分钟 是不是 署上你说10分钟 谢谢 好 那既然因为时间上 大家有点需要 再去检讨一下 那我们 其实 我们就依据 新的题的这一个部分 然后那 禮拜三我们再看 那个 那集 大家再想一下 因为后面还是有罚者 也不能 进乎苟求 我们力求完美就好了 那个 好 那这一条就先保留 好了 好 34 我希望 我们再来检讨的时候 就不要重复 针对同样的点 再一直发言 当然你有新的 见解 都可以再 再讲 好 我们看34条 好 跟委员报告 34条 这个 原来M版的条文 因为这个 本来20条那边 这个 吴库宁委员那边 事实上是有修正的意见 对于健康风险 评估的专得人员 这边有一些修正的意见 所以我们把那一部分 把它移到34条里头来处理 那这里头会增加一个第二项 第二项 第二项 应该条文也发下去了 我现在 請看34条的 新的 新的 有发一个条文 第二项 大家看一下 单张的部分 第二项的部分 是 经中央主管机关指定公告 排放有害空气污染物资公司场所 应设置健康风险评估专得人员 然后底下的专得人员的训练 这个还是个 照本来的一个方式来处理就可以了 就只要增加一个第二项 那是不是大家有意见 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 意见我们就按照行政院案通过 修正通过 修正通过 好 35条 35条基本上就比较单纯 35条 这个 这个是新增的 那新增的部分 这个 大概 委员的意见 大概已经都参采了 那是不是 我们就照行政院办来通过 因为这条是 大家没有什么争议的 这是资讯公开的部分 六言行 对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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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资讯公开 也就是说 欸 公司场所 应 应 应 其实刚才说的东西是没有超多点 是哪里说 刚才五蚊的意思是说 像在PIR的点路 其实我们也只是看不出来 但是我们三三个 大家一起清楚 那说得很清楚 是说 大量排放空气污染物死 對不對 負责人应立即采取 緊急应变措施 也就是他的前提 他是确定了空气的污染物 所以他的 負责人就必须要采取 緊急应变措施 就是要通知主管机关嘛 那就是说 以前确定 这是一个 污染物的时候 他就要採取 緊急的应变 那不是污染物的时候 他就要採取 什么緊急的应变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有时候八卦你看 这间 这间钢匠 你修什么东西 如果他修的东西 其实是不危险的 他只要把他的 訊息揭露得很清楚 大家就比较不恐慌嘛 所以我们三十五条的定义就是这样嘛 不要 不管什么地方 住在你附近的八卦 你自己说 你怎么黏着这个 银沿的这个银沿的这个银 这个银是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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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外公道人说 说这个三十三条 我们是要把 一个系统的东西 做得更加热 第一是时间的应变 第一是系统的通知 这个系统的通知 这个系统的通知 是我觉得大家有必要 来到这个法庭里面做相关的一个讨论 所以我是在这里 跟各位委员做一个这个说明 我没希望说 他在参与 他就已经 空气污量 造成有可能的障碍 他在同步的速度是 把主管一个讨计 他在后 这个主管机关 这个在横向 还是往下做相关联系 因为现在时代这么进步了 基本上 确定它是一个 污染污的时候 可能造成这样的一个 利己的危害的时候 他就必须第一时间 通通通知到 我的 我的 刚才的一个论述是这个样子 谢谢 好 那我们基本上三十五条是没有 好 就是共识 我们三十条就 按那个行政案板 通过 第三十六条 三十六条 这一次修正最主要就是说 可以授权我们去加研 十年以上交通工具的一个 排放标准 那另外是 这个 我们是把这个 上一次这个发生事件的 这个是有福斯的一个 一个就是伪造的案件 我们把它放在这里头 我们叫做检校装置 他以后如果是有检校装置的话 是足车 我们都可以处分的 所以这里头 三十六条最主要修正的是在这边 那大概委员 那没有什么意见 所以我们就建议 照行政案板来通过 以上报告 有关于三十六条的修正 国民党党团 我们是有版本的 那原则上我们也同意 现在是去加研出厂 十年以上的交通工具 但是呢 其实我们也考虑到一个很务实的问题 就是说 因为这个车子十年前出厂 它是符合原来的标准的 但是十年以后 你去改变了它原来的排放标准 你是加研 那在这样的过程当中 我们是认为 应该是要给予这一些 就是适当的态换车辆 给予适当的补助 这有点是 之前我们前面的条文在提的 你今天你要去 态换这一些移动污染源 比较高污染排放的车辆的时候 我觉得政府不是只有处罚的措施 你应该相对用一些奖励型的措施 才能达到政策的目标 就像你们现在 在用这个电动机车 你们有一些的奖励措施 来鼓励这一些二行程机车 应该要态换一样 站在这个 这个其实是站在民众权益的立场 它十年前买这部车 它是符合标准的 十年后是你改了标准 你是为了空污的需求 那你应该要有 适当的一个补助型的措施 去协助它来配合政府的政策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才相对合理 所以国民党党团的版本呢 我们后面再加了 就是说主管机关应对 无法符合加盐排放标准 致需态换之车辆 给予适当的补助 我们希望可以是合并 一个配合性的这个政策 就是放在这里面 我不晓得这个空保处你们的看法 是不是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这个是关于补助款应用的部分 是不是我们就回到18条里头去处理 那你们可以同意吗 回到18条我也可以同意 18条里头事实上是已经进去的 我们看18条的第三款里头讲的 我稍微念一下 18条第三款里头是 关于补助及奖励各类污染源 办理空气污染改善工作事项 就这里头就已经把我刮进去 所以我们才这一次 在我们行动方案里头才可以补贴 对 但是他没有明写 对 这里头事实上已经都进来了 这是大项的部分全部都进来了 全部都有进去吗 对对对 是 但你会明定在哪里 你的相关执行办法里面 你会再写清楚吗 因为这个是有关于10年的 你这是新的规定啊 你懂我意思吗 你这34条你是新的规定 就是将来要针对出厂10年的 你加盐它的标准吗 不然有一个处理的方式 我们可以在那个我们的一个 就是说明栏里头 我们就是在36条的说明栏里 对 我就要载明啊 因为我们国民党的版本就是 第三款来处理就可以了 第三款 那你们再修正好不好 第三款里头都已经很清楚了 已经可以 然后你要在那个立法说明里面 写清楚吗 那你们加清楚 我们下一会回到18条的时候 来讨论好不好 好 没问题 那我们就主张要把这个要件也放进去 好 那是不是36条可以照这个 还是 因为我们是18条去除了 好 那你18条那一个要配合修正啊 这个就同意按照原来的条文好不好 那这是36条 好 谢谢王委员 陈委员 请 好 谢谢 好 我们再审36条嘛 那我要主席各位委员稍微讲一下 这不同国家由于这个地理气候的条件 还有工业结构的不同 其实雾霾这些大气污染的主要成因 也各不相同 1943年7月16号的时候 洛杉矶的这个光化学烟雾的事件 其雾霾主要的表现是淡蓝色的烟雾 那造成这个现象主要就是因为汽车的这个尾气 汽车排放的这个碳氢化合物在阳光作用下 与空气中的其他成分起了化学变化 而产生一种新型的刺激性的这个光化学的烟雾了 所以在治理这个洛杉矶的这样子的空气污染的关键呢 其实就是要控制动机车的 机动车的这个排放 那政府最初的对策是改良汽车 那主要手段当然就是提高发动机的燃烧效率 而且为这个汽车呢来加装这个催化的转化器 那其中呢后者的效果是最显著的 所以这个装这个转化器效果是很好 那主要是装在这个汽车的尾气的排放系统 那作用呢就是将尾气中的MOX 这些有害的气体转化为无害的气体 从而达到这个减排的效果了 所以美国的加州从1994年后就出售的汽车全部都安装 行驶诊断系统 及时监测机动车的工作状况 让超标的汽车及时脱离这个排污状况 跟接受维修了 英国也是从1993年就开始要求这个东西 那去年10月23号 轮端洛杉矶巴黎 墨西哥城西雅图 哥本哈根有12个国际大城市的市长 在巴黎签署了这个 零化石燃料的这个街道的宣言 誓言从2025年开始一律直彩零排放的巴士 并在2030年达到城市主要地区零排放的目标 希望借此来降低这个空气污染 改善全市的这个全市民的生活品质 提高经济的生产力 所以本期其实再次的这个动议 在大家手上都有 就是在36条一开始 我们就讲到 移动污染源的这个排放的空气污染物 应符合排放标准 那后面呢加上自109年起 就2020年 各厂牌新售车辆 应有一定的比例 零排放的车辆 就每年有10%的车子 所以这是本席的一个 提出来的一个修程动议 请各位委员支持 谢谢 好 谢谢陈委员 处长吴先生 我想这个 在行政院的那个行动方案里头 对汽汽车的一个 一个就是电动 就是最后的一个 Deadline大概已经都射出来了 大概是2035就是 就是机车吧 然后2040就是 所有的汽车 大概是新的产品 就全部都要 就是走那个 我们叫零排放 所以这部分是 已经定了一个目标在那边 那剩下的是 各部位要去修 那修的修的时候 因为这里头 一般来讲 就是那个年限 是不是不会修在里头的 那这边我们会处理 因为那个院的那个目标 已经在那边 所以那个是 包括不过只有我们 環保署啊 还有交通部 所以处长可以把这个 精神放进来吗 因为其实是很重要的 一个概念 既然已经有 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不要写年份 大概精神 对不对 那不然的话 你没有个宣誓作用啊 那10% 这个有很难吗 这个 我们也有国产 这个 谢谢委员啊 这个 就像我们在市政报告 一开始的时候 这个 草案的报告的时候 个人有向委员会 特别拜托 第36条 第40条 第36条 就是移动污染源 我们现在了解了台中的 使用的油的量 就是台北的两倍 这么久以来 因为台中那个捷运都还没有成系统 那台北已经这么久了 所以这个是全国要来支持 类似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委员这个精神很好 但是我们一步一步 刚刚委员提到很多国家在管制 那这个部分 排照的发放是在交通部的权责 好像我们 我们环保署这部分是就排放的标准 这部分 所以从有十年 你看新加坡海总量管制 给委员会报告 我们 这个一年消除了 替换了50万辆的二行程机车 但是我们古年啊 新的这个自动汽车 差不多就90万台 平常都是六十几万台 70万台 而现在他到90万台 所以这个部分啊 我是真的是呼吁 我们一定要做一定程度的管制 比如说电动车 他的这个停车场 所以书长要做管制 表示他好像有口号而已 我知道 我们从修法 第十条 十年的加盐标准 就时间的面向那样管制 第四十条是空间面向的管制 特别秀委员会的支持 就这样嘛 但是委员的那个精神 就是说那个 那个牌照要多少 这个不是交通部在管理牌照的 我们是建议做一个附带协议组之类的 然后请交通部 就这方面 在相关的牌照的管理的部分 来做处理 这不是牌照管理啦 这个是你的 你每年要发放多少 这个 电动车的牌照 排放的标准 对 因为你提到牌照的标准 我们当然希望 就是 因为牌照标准是那些惯的 牌照标准 那些惯的 所以当然零牌照 你说每年要10% 举个例 比如说委员自豪益说 Mini 10% 除了我们在2035 我讲的是新售的车辆 我知道 达到那个Quad 当然 不然的话你就必须要 有一些方式 交通部 经济部 我们现在在共同在努力 就是说 第一个 这个经济部门 一生会出来不 这个 包括这个怎么样 让消费者接受 这样的电动车 电动车 完全是零排放 我就说 这个情形 所以现在三个部位 在处理 我们各自分工 污染物的排放 是环保署的圈折 所以我们希望 委员会支持这一条 这已经 落实就很不简单了 对 污染物的 这个标准 你在做 你当然必须要有 一个方向 你要有一个 那我是建议做成 布袋决议 由交通部来处理 自然交通部那边 就要配合来办理 不是这样子吗 但是 各部有各部的 全責的法律 所以 我们这个附带决议 给交通部 有人要求 接到 透过党团 在院会来主理 你们必须要放进来 我们会在三个首长的会议里面 会说 三个首长会议里面 我会把委员的 这样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 心理 转达给交通部长 我们会转达给交通部长 我甚至呼吁 我们全国真的要做总量管制 2300万年的车辆超过 2000多万辆 新加坡 就是有总量管制 这么多层次的总量管制 所以这个概念要摆进来 我们做成附带决议 拜托一下 我是建议做成附带决议 你不要都是嘴巴講 我知道 但是我们的火箭法要快通过 要快来做 十年的标准 做得好 很久修一次法 从101年到现在 好不容易要再修 你当然应该摆进来 交通部有相关的头领也在这里 交通部的头领也在这里 如果委员会要垂巡的话 交通部是不是要说明一下 这个部分是 不同的主管全者机关 应该是做不同的处理 以上谢谢 好 谢谢 交通部可以说明一下吗 那个黄副所长 委员好 事实上刚刚 委员讲的很正确 但是在 排照这个部分 事实上在三首晚会里面 大概有这样一个分工 可能在修法部分 因为是要符合所谓的空污 所以应该是 可能要拜托環保署这边处理 那另外就是说 刚刚委员指教的很好 就是说希望能够再 把这个东西入法 然而就是比如说 其实等一下可能 是公司长这边更清楚 我们国家 是不是可以 哪一位 我说经济部 我说我们在109年 是不是我们都希望 但是我们不希望说 我们所有这些零排放的车子等等 对于我们的国家的经济的产业都没有 所以是不是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部分 也要拜托委员给我们一些考量 所以刚刚陈如署长说的 这可能要三个首长的处理 那当然交通部 对于这样的一个牌照的话 我们会按照这个整个行政院的宣誓 那也按照刚刚这个委员指导 就是对于牌照这个部分要逐步逐步 然后达成您刚刚所说的这个目标 谢谢 那我们赤早要不要说明一下 谢谢 陈委员 那现在就是说 行政院已经非常确定 就是2040年 四轮的车子完全电动化这个部分 新厂的部分 这已经是明确的 但是这中间它的路径读 到底要怎么样的情况 那我们是目前三个首长有在规划了 什么样的时间点到哪什么 那刚才委员也提出一个方案出来了 那我们会考量 因为我们 但是就是说 如果直接把它入法的话 我们会担心就是说 这个中间就比较有调整的空间 但是我们方向一定是尽快的 可以电动化 这个时程已经是 方向上一定是确定的 所以至少我们可以说放进来 但是本来我的动议也是说 应有一定比例 零排放量的车辆 那所以这个比例 是到底是要10% 还是要8% 那这个部分可不可以 你们其实是可以去 去稍微做一下研究 回头来告诉我们委员 这个多少的比例可不可以 不要在这个母法里面 可以在执法 或者是配套措施里面去 去说明或者是附带悬疑这样的情况 那就是可以放进来 那后面可以改就是 应有一定比例 零排放量的车辆 但至于比例部分 由这个就是在 不带决议中 那这个可能 还是在实行细则 再来订定之 因为你现在谈到一个路径 这很重要 其实民众 民众期待的就是政府 要有determination 你要有决心 你的路径你要画出来 不然大家都说 像2025非核家园 就根本不可能达到 你那个路径要怎么弄 现在 可以啊 那就歪歪扭扭的 大家都很害怕 对不对 你现在这是一个正向的东西 你们连路径都不敢讲 那这不是只是在那边喊口号而已吗 口号治国是不行的 谢谢 郑委员 所以这样 这一条是这样子 那个 其实应该是很容易可以解决 刚刚王委员所 安心的第18条里面就有 包括嘛 这个你要确定去 去把它写进去 这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就是 郑委员提的这个 如果说有一定的比例 不要说几拍 那这样不可以 这样不可以 我想几拍由中央指管 刚称伟委员提的 不是环保署的 有主要主管机关的话 主管 那 我本来是用在交通部相关的法规去組織 那我们就会这样做 不啦 你这样的电路要你更宽广 你再讨论 你再讨论 主管再讨论一下 针对这个 喂 委员要做这些事情 我个人来说 从控制空 我是都很支持的 我是很爱的 但是说 他们有时候 政府就分工嘛 政府就分工 可别说我就在这个地方 呼吁 我们真的车辆要总量管制 对不对 你如果买新车 就尽量去买 买的车牌 你若是买电动车 没那么多 但是我们的油车的比例要逐年的下降 要逐年的下降 类似这个精神 你若说要买车 新手 你在北京新加坡 你都要去买车 买车 买车 对不对 要行程机车团在淘汰 现在都是用鼓励和 補助的方式在淘汰 目前都是这样做 刚刚王委員的意见 其实已经进行中 但是我们没希望这件事 用一百年在做 因为大家讨不了 车辆做么多 一千四百万辆 折汰五十万 新车又六十万 英文 英文不够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委员这个政策 我们支持 我想说 是不是让这个条文 如果大家其他的委员都没有意见 但委员这个意见 我们用附带决议 拿到交通部来处理 我会带来三首长会议 环伯署 交通部 生产的能力 要加速 交通部要从管理管制的方向来处理 这个 如果我相信这样的一个附带决议 因为跨党派当然会同意 那我带回去三首长会议去处理 好不好 那让这条单纯话 谢谢 谢谢 接受的话我们就用附带决议 我想我们所有 今天讲过的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去做到 要附带决议要文字都一定要修正 以免大家混淆了 这样大家也不放心 讲过的都一定要去做到 这样我们才有办法走下去 非常谢谢很多 所有的委员非常智慧的 非常用心的建议 都是我们修法非常重要的基础 好那我想我们36条在这样的 条件下我们就按照那个 行政案板就通过 谢谢 第36条 你有意见 没机没机 来 陈委员你有什么意见 那个 请教一下那个环保署 好 助长 刚刚 抱歉我刚刚没有听到前面委员的发言 那我想要请教一下就是 有关于这个移动污染源的部分 那我们这边有特别提到就是说 使用中 汽车无论国产或进口均需逐车完成检验 那这个部分 为什么特别只有规范在汽车的部分 我们 因为我看其他委员的修订的版本 都是用车辆 就没有特别限制在汽车的部分 好 这部分是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我们大概在条文解释里头 在第三条 所谓汽车就是包括汽车跟包括机车 汽车已经包括机车了 所以都已经都在这里头了 还有本席关心的火车 因为火车就没有所谓 租车去定检的这件事情 因为火车没有在做定检 那火车的部分 我们是把它纳入到加盐标准 10年以上的加盐标准 你的火车是已经进来了 交流工具的部分 我想要再确认一下 就是这个加盐的标准 你们之前也已经做了 那也肯定你们的效率 那但是就是说这个新法 修订之后 可能就是有这个不硕及既往 那这个部分 我们要这个在台东 跟花东的居民要继续 几个小时做火车的时候 再吸那个很臭的这个柴油 柴油的这个废气吗 是这样是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是原来是 没办法去溯及既往 所以原来的 你只能照到它原来的标准去检验 那新的法通过了以后 就给我们这个工具 我们可以做加盐标准 所以加盐标准 是在等到新法通过以后 我们才可以去加盐标准 像这个委员所关心的火车 你如果要加盐标准 也是到新法通过以后 你就可以去要求 比较原的标准 不是照它原来的标准 好 那就是 在这个新法修订之后 就是你们 其实前面也 这个标准也定了 所以我们新法通过 你们就可以去授权 被授权去执行了 是 好 我就是 我想就是说今天 也让你们公开承诺 确认这件事情 是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陈委员 其实 以他本身的感受 来提出这个重要的见面 環保室要把它列入考量 接下来请委员 不好意思 村长 就是说 因为36条 讲的比较偏 移动人 比较偏汽机车 但是 其实我们还有船只 各方面 可以移动的 用柴油的那些去具 是不是应该要制定排放标准 36条 这是新修订的条文 叫做移动污染源 我们把它叫做移动污染源 所以包括船舶 包括 真的在飞机全部都进来 甚至包括 要确定 因为我看后面讲的 坐移机全部都进来 后面讲的都是汽机车 所以我留我担心 所以这里都是移动污染源 所以节目都进来了 谢谢 好 那 第36条 谢谢大家 我们就按照 刚刚的讨论 要做的是要做的 那我们就 按照行政案通过 第37条 第37条 跟委员报告 37条 最主要我们这次修订的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 汽机车 它实际上是有排气管 它就 就 就换掉 然后换了个 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处理设施的 这个排气管 那这边是在规定 就是说 排气管也是必须要经过 我们的认证 那认证以后去贴这个标章 那以后我们就查这个 有没有认证标章 那这个 就是授权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 所以 所以这里头 这个 呃 院版提出来以后 这个委员都没有意见 那是不是就 建议按照行政院版的通过 以上报告 王委员有什么意见吗 我想这一条 会当时会提出修法是因为在交通部那边执法上面有一些困扰啦 那个怎么样去认定的这个问题 那现在的这个状况是说 呃 他这些认证啊 或是这些 就是 就是你的这些 撤销费值 这些东西 这个交通部那边 是不是都可以完全配合 这是认证的部分 因为我知道之前 呃 陆正式应该有召开很多会议 都同意 都同意 对 事实上都没有 所以在所有的认证上面 交通部都ok 都已经有相关的规划了吗 市长请 跟委员报告 这个地方认证没有问题 可以配合 要没有问题 ok 谢谢 谢谢 洪委员 那我们37条 就按照 呃 行政案案通过 那是不是 我们10点半了 吼 我们休息10分钟 好 谢谢 好 继续开会 吼 我们进到第38条 行政大会有没有说明 跟委员报告 那第38条 是针对 带速停车的带速时间 要符合中央主管机关的规定 那这个是已经行之有年了 那这个 相关的委员也没什么修正动议 所以我们就建议按照行政案板 来通过 以上报告 好 好 来 黄委员请 黄秀 我想请教一下 现在目前我们的汽机车的代速时间是 是几分钟 三分钟 好 三分钟 那你们现在执行的成效是 现在 因为带速基本上是比较难抓 对 你要知道说 那你陛下有机在测它 是这样是引擎有在动 是 所以现在 现在有没有执行 去有时候没有出发 大家都是他们宣导完 他们就出发 现在大部分都是用宣导的 用 只有用宣导而已 所以没有 没有把 还没有真的处分下去 对 好 那我 我们是从新出场里头去要求 大概是逐年要求 就是从现在是20% 他必须要去做这个代速的 所以问题是你现在 你也没办法去看它到底是新出场 或者是旧的车吗 你怎么去认定 旧的车没有这个动作 新出场的都已经有了 所以你们还是要鼓励 就是车厂它要有一些新的设备 就可能它在停车的时候 它就自动可能就不会怠速 可能引擎就不会运转 对 它实际上是 譬如说摩托车 它实际上就在你那个 这个车把这边就一个 就直接按下去它就直接停 然后启动的时候 一样是 这边打开以后再启动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们有定这一个 可是目前还没有罚就对了 对 目前是 这边是用劝导为主 好 那我问一下 就是说还有一个是 那个气候条件 就是说你怠速三分钟 那如果说夏天的话 夏天的话 其实三分钟 这个 这个是真的 有随着温度的 那个 可能就夏天冬天的那个 怠速时间不一样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吗 气候时间就是 气候条件大概是就是夏天 夏天基本上会 就是一般人 他会觉得是说 你三分钟他都受不了 他没有能力就会受不了 所以大概是有这种 所以 为什么这个最主要是在 在做 宣导 大概是在这 这里头 好 好 好 我们也希望说 你定这个 就是说可以执行 然后不要定下去 是然后是完全 没办法执行的 是 一般我们会定一个 就是说你超过28度以上 那我们就 就 就不受这个限制 好那当然就是 刚刚署长讲的 可能就是鼓励车场 出了新车 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 是 是 这个已经定进去了 对 好 谢谢 好 谢谢方委员的发言 呃 好 那第38条 呃 如果大家都没有特别 在特别的意见 我们就照行政令案通过 第39条 好 跟委员报告 39条是 最主要是在规定 这个 呃 要制造进口 或是贩卖这个 供移动污染的燃料 必须要符合中央主管机关 定的一个燃料种类 跟成分标准 那这部分 呃 大概 跟委员沟通部分 大概没有什么意见 所以 建议照行政院办来通过 以上报告 好 第40条 呃 第40条 第40条 这一次是新增的 叫做空气品质维护区 在区内就是禁止一些移动污染源的一个 就是有一些移动污染的管制措施 好 那这一条是这个 我们最近已经公告了80个地方 80个地方已经公告了这个 我们这个空气品质维护区 那就继续到这个法令通过以后 这个才真的是可以进入到处分 你只要进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处分 所以这里头实际上是 这个 我们是希望说这一次 这个照我们这个版本 赶快通过 以上 是不是可以建议按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 以上报告 好 谢谢 应该事前就 来 请 好 谢谢主席各位 我想问一下处长 这个如果照这样子 空气品质维护区 通过未来可以禁止移动污染源 包括汽机车 包括甚至于船舶 都可以有一些限制 对相关 那我想要了解 因为法其实将来是要做使用的 我想要知道 如果这个法照这样的条文修正通过之后 未来 比如说在小港 在这么高污染的一个区块 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你们现在一线型的法若过了 你们有了这个公权力之后 怎么来做这件事情 我们就用线型的 线型就是说他进去以后 他必须要拿到那个证照 他就制止管理标章 那就是 就是比较污染的车辆 他就是限定他一个月 所以他就觉得说已经 对他们来讲 每个月要去办 他很不方便 主长 我说的是 以后就是处分 这个法若三读通过之后 你们会有具体的宣布出去 会做哪些措施 针对这个部分 只要是老旧车辆进去以后就是处分 所以老旧车辆进去 你们会做限制 未来会做这样的限制 是 没错 所以进去以后就处分了 所以这里头 希望说有这个工具 我们才可以应用 那我知道 那比如说像禁止 或限制相关的一些燃料 动力形式这个 这个你们会怎么来操作 因为最主要是船舶 船舶 你进来的话 要去切换成滴流油 所以这个未来 你们会直接做公告 对 会做公告 所以这几个点都是会做的 这几个都是会做的 包括港区 工会区这个都会去做公告的动作 我希望会后把更具体的 这个部分给我参考了好不好 我希望法过的是 将来是可以使用 而不是放在那边 我希望过的是 将来会做这样的认定 然后做这样的一些限制跟要求 那这样才能有效的改善 这个空污的一些品质的问题 好吗 谢谢 会后再提供给我 好 谢谢 好 谢谢 所以内委员的建议 要把它列入参考 在未来相关的 執法各方面再去处理 那委员很请 这边首先感谢环保署 有把我们 我的提案纳进来 而且是空气品质维护区 这个用词 把它确认下来 那其实空气品质维护区 过去 叫空品区 也有在实施 只是没有反应依据 那这一次新增 把它确认之后 未来我们就要落实 像阿里山有些地方 我们就是要有空气品质的这种管制 有些污染的车辆就不移进来 那我想这部分是一个新的进步 所以我支持行政院版的一个修法的文字 谢谢 好 非常谢谢吴委员的发言 跟努力 我想我们大家一起来 为空物的法 好好的来制叮当 好 这个 这个条文就是 让它有个法令去处理 来 请 这样 好 好 好 这个第40条 空品区的划设 我想 基本上也就是说 现行地方政府很多地区已经在 做了 但事实上 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法源 无法授权 那这一条新增 我认为有一个很明确的授权法源 我觉得是 呃 肯定 那 只是在执行面 刚刚 呃 也有委员提到 就是说这个法 定了之后 有没有办法执行 或执行的成效 哦 哦 这个未来会如何 我想 这个大家讨论很多 哦 国外的做法等等 我们也有参考 那我 我只是想说 请教 環保署 在 订定这一条的时候 有没有跟地方政府 讨论过 有 这个 跟地方政府一定要办A3会 跟共同A3会 那 当然现在有些 地区哦 他们实施 但是 事实上 哦 因为没有法则 哦 现行啦 那现在当然我们如果 有授权 有法则之后 未来希望说 能够 确实 执行 哦 然后能够确实达到 我们希望的 立法目的 那地方政府 有没有反应 就是说他们在 执行上面 就是 依照现行 还不是这条新增的时候 现行他们碰到困难 是什么 目前碰到的困难点 最主要就是说 当你车辆进去的话 它 第一个它是没有法则 它只能用 蓝检的方式 用蓝检的方式 蓝检的方式 请它去 如果是不合格的话 才会开划 或者说 请它回去做检测 所以目前大概 執行的方式 只能做到这样 那对地方政府来讲 非常的不方便 那以后事实上是 我们是会用电脑系统 直接去做 做 做那个 车辆的辨识系统 那直接去判 判读你这个车辆 是不是属于高污染的车辆 那就可以马上去做 处分的动作 所以有一个电脑 对 叫做车牌辨识系统 辨识系统 对 所以这个是未来 未来要走的一个方向 可以做 对 这样会比较方便 所以 因为现在我听到 当然有一些 不同的声音啦 就是说 大家认为这一条利益很好 也希望说能够落实 但在执行面上面 很多地方 不管是民众 他们有一些疑虑 就是说 实际上 能不能够真的 达到就是说 我划设以后 然后真的 能够透过一个电脑辨识系统 来执行的话 那 对于 空气污染品质改善 当然我们希望说能够 达到 但在 地方民众 他生活上面 的便利性 会不会造成一些困扰 呃 事实上 这个 有些地方 他不能进去啦 这老旧车辆 他真的就不能进去了 那 我们也是希望说 透过这个 就逼着他 赶快去 泰换他那个老旧车辆 所以这个是 配套的 好 所以 那如果地方政府 他其实 你给了他这个 政策工具以后 但事实上他 基于很多考量 没办法划设的话 那中央政府 比如说主管机关 你们有办法 什么样的方式 可以指导 或是要求 地方政府 就这样的一个区域 做一个划设 好 去 那个 委员报告一下 其实 在第四 那个 事实上这个空气品质 维护区呢 他划设全线中央跟地方 都可以 那有时候可能跨县市 有的是 我们觉得很重要 那地方可能有 有比较多顾虑 没有划设我们 我们会来划设 但是我想划设之前 跟 划设之前 我们当然会充分 跟地方政府沟通 划设的过程中 也会 加强去宣传 那如果刚刚委员 担心的 可能会不会造成 民众的不便 这部分就是我们宣导 刚刚 其实包含刚刚 王毅明委员提到的 那我们要钛换他 逼他不方便 去钛换的时候 我们当然后面 也会有补助措施 这是一个完整整个的配套 那原则上 当然就是要改善 这个空气品 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公共利益 那少数 针对使用老旧汽车的人 他的 他的不利益的部分 我们当然是先用 萝卜 就是补助的部分 后面才用棍棒 就是大概这样子 配双管旗下来处理 谢谢 对我提出来 就是说希望 我们立这个法 不要因为 有些不同的声音 而没办法让这个法 能够执行 所以我担心是说 如果地方政府 他没有办法落实 那中央主管机关 環保署 你就必须要 强力介入 要先划设 然后指导 要求地方政府 确实改善 当地的空气品质 我想这个才是 我们今天立这个法 最主要的目的 因为很多 包括副市长 你谈到跨区的部分 我想这也是需要 我们老鼠跟地方政府 通力来合作 因为你身为一个 中央高度这样的地位 你就必须要 强力的执行 然后要求地方政府 来做到 是 委员总 所以在第40条 已经有保留中央 有划设的权利 好 好 谢谢副市长 好 谢谢江委员 德华委员的建立 请行政部门要列入 来整理 好 那我们40条 我们就按行政院案通过 第41条 跟委员报告 41条 这边是 对我们抽验 这个使用中车辆的一个情形 那只要是 它的排放 没有符合这个移动污染源 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标准的话 它就必须要遭回改善 所以这条就是在授权 那我们是把这个 原来只是在汽车 就是汽机车的部分 擴充到所有的移动污染源 全部都包括在这里头 以上报告 第41条 第41条 不知道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指教 没有的话 我们41条就按照行政院案通过 第40条 第42条 42条 这个 这个是进口合章的部分 那进口的合章的部分 这一次这个 我们也是照 照委员的意见 我们纳入委员的一个精神 已经把它参入 参考修正到行政院版的一个版本里头 那最主要是在说 这个必须要经过中央主管机关 验证合章以后才可以申请牌照 那这个是对于汽车的一个管制的方式 所以这条 那个委员 也没有什么意见 所以我们建议照行政院版来通过 以上报告 好 谢谢 那如果委员没有特别的意见 我们就照行政案通过 第43条 第43条 是不是那个条文 第43条 我们再把这个新的条文把它划下去 因为这个委员有一个修正东西 我们就觉得是还不错 那是不是我把这个 把这个条文把它划下去 43条 43条 修正的条文 请划给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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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也是照委员的意见 交通工具排放空气污染物检验处理 委托及其他应遵行事项之办法 由中央主管机关会商 中央交通主管机关定职 所以这里头 刚刚划下去的版本里头少了两个字 其会用得由汽车排气检验会扣顶 以上报告 那是不是可以照这个修订的 多两个汽车排气检验会 我可以问一下处长吗 你现在修法的方向跟你现行的做法 有没有什么差异 你现行是怎么做 就是你这些汽车排定的检验 你现在有支付委托费用吗 为什么要明文入法 因为这部分大概是交通部司机上说 我们能够把它明文进去 那明文进去的话 你现行的做法有没有 现行没有 那你有没有支付委托费用 现行 现在委托费用还没谈下来 也没有嘛 对 那你这笔钱要从哪边来 你这可能是一笔大的支出 那之前没有 为什么未来要这样子改呢 这个要说明清楚 这个是这样 就是说 原来它的一个车辆安检的部分 已经收钱了 比如说这个小车是大概 应该是450 大车是600 那它已经收钱了 那如果是加排气检测的话 应该是增加多少钱 那小车的部分已经在做检测了 所以它是涵盖在这里头 大车的部分还没有 大车的部分 就是大卡车的部分 我们如果再加进去 它可能要增加100块或是200块 那就由600块里头 再增加100块200块的排气检测费用 那就是在交通的检测费用 那就是在定检测费用 那就是在交通的检测费用 那就是在定检测费用 那就是在交通的检测费用 那就是监理检测费用 就直接把它检测费用 那收费的话 它就直接扣抵 所以扣抵 就是它必须要给人家的费用 像一般私人的检测费用 它要给人家费用 那它先扣掉 扣掉它应该要给它的钱的部分 其它就上缴到交通主管机关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会比较单纯 那为什么原来不用支付这笔钱 现在要多支付这笔钱呢 原来是 原来你没有明定的话 就变成是说 我们原来是觉得是收支并列就可以了 那现在这预算法里的规定 不能收支并列 所以我们变成一定要把它写清楚 一定要写清楚 就不能收支并列的时候 这笔原来你收支的部分是要角库的 所以你变成没办法去併到它的费用里头去扣抵 那现在修的部分就是说 能够并到那个费用里头去扣抵 那基本上就不用再另外再编一个预算 来支付这笔钱 那你原来有没有编列预算支付这笔钱 也没有啊 你刚刚不是一开始回到我说没有吗 就是原来是收支并列 我们就是用用机车来讲 机车现在是由空务会里头去支援5.6亿 那以后如果是我们这边通过以后 我们可以去收一个排气检测的费用 那就是说有这个所有人自己去支付这笔钱 那这笔钱大概是一年大概是5.6亿左右 5.6亿 光是机车的部分就5.6亿 机车的部分是5.6亿 然后你说就变成是使用人自己去支付这笔钱吗 你说涵盖在那个费用里面吗 你之前是空务费在支援 空务基金里面你额外来补助这笔钱 那现在就是变成是使用者 自己支付这笔钱就付掉这笔费用了 那你大车的部分 大车我听不太懂 大车的部分 因为现在大车的部分还没有减 定期排气检测的部分还没有减 你还没减 你现在要做吗 那你现在这笔费用是灌在 就是大车的人自己要支付这笔费用吗 也要支付这笔费用吗 但是是付给这个检验单位 你就不用你空务基金再补助一笔钱进来 你是要修改成这样子 最主要是这个 所以将来会减少空务基金的支出 是 是这样子吗 那之前在讨论18条 你那个应该有一些要补助的 你又说你没有钱 你这边其实会少掉 将近十几亿吧 有没有 因为大车的部分还没有开始付 大车的部分还没有开始 对 然后就是 机车的部分 机车是5.6亿嘛 你将来就可以不用付了吗 5.6亿现在是说 机车的部分我先缺给地方的 他的那一部分的钱去支付 你这笔钱将来就是变成是给地方 对 由地方的那个 切别卡的20%里头去付掉这笔钱 那以后如果是这边改了以后 我们再慢慢看看 是不是改由车主来负担 一下子改成车主负担 他们还是会有很大的意见 就是机车的部分 要多付多少钱 对机车主来讲 自行付单 一部车检气80块 对 检验費用80块 对 那现在是空空基金付 将来就是他自己付吗 你这样子立法的方向就是他将来 对 到底哪一个部分是载明说他将来要自己付 在哪一个 第一 在哪一个部分 汽车检验会扣底吗 我看不出来 后面 好 好 那我了解 非常谢谢王委员 帮我们把它理得更清楚 委员 请 蔡处长 给一些机车厂 大概都可以检查 但是这个 就是这个柴油车 大货车 根本就是 我们交通部根本没有能力检查 因为他设备不足 那这个地方就是有点把过去 好像一个混乱的一个情况 而且大家互相 也一直协调不下来 我协调过好几次都协调不下来 这边就是法院的一个依据 就是我们现在中央主管机关 可以委托其他机关 也就是交通部 好 来做检计 汽车的一个定期检验 那这费用 怎么会 怎么支付 也在这里把它明定下来 我觉得这是清楚的 因为这样才能 厘清 不然我觉得过去跟交通部 就扯不清 那扯不清 现在就是交通部 也都讲好了吧 不会到时候又在那边说 我的大 这个什么牌 这个大货车 又没有设备可以检验 那我想这部分我们再厘清 这个部分是不是这个意图 我们稍微说明一下 这部分我们大概是 跟交通部这边已经沟通好了 那原则上 第一个 你再按照这个条文 通过就没问题 第二个就是说 他相关的一个 他必须要去做一些 检测设备的部分 这部分是应该是 控务基金去帮他去做的 不是由他们去负担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也讲好了 你们会帮他把这个设备弄好 不然他到那时候都跟我们讲说 他没有这个设备 他没办法 幫你检查大货车的 这个柴油车的部分 因为汽车的定点一定是这样 就是说包括 汽车比较没问题 小车子也是这样 小车子也是这样 小车子那时候 我们直接补贴下去 一开始的时候 人还派过去 所以现在大概是 就慢慢由他们 直接全部都接送了 大家解决大货车的问题 现在大货车 大概这一次 大概谈下来是没问题了 没问题了 你要确认没问题 交通部这没问题 接下来你们不要告诉我 监理处又告诉我说 你们大货车没有设备可以检查 然后就让这个大货车到处跑 设备 这个已经跟 已经跟環保署协调过了 有关这个大货车这一块 确实之前是没有检验设备的 但是现在就是因应这次空护法 要增加这些检验设备 确实是由環保署这边来 协助设备的设置 那我们费用的话 的收取 会跟民众来收取 那他的法源依据就是这个 好 希望我们这次的修法 能够把大家的角色分工更清楚 然后也能够落实 好 谢谢 好 谢谢吴委员 我是小市民 我请教一下 现在那个急摩托车 旁边机车店检查都不用钱了 感到非常的快乐跟幸福 那如果接下来要收80块 会不会引起摩托车店就混中 没有 这大概是逐步 我们大概会逐步 现在大概是 已经大概是在构想 可是以后是可能 就逐步就把它剪掉 只会逐步剪掉是 第一个 你如果是一开始的时候 定检没过的话 这个空污会再负担 这个基本上是没道理的 所以这一块要先把它拿掉 所以慢慢的 逐步就把它收回来 然后再来可能就是 就会负担一半 然后再最后再加 大概全部都有他们负担 就慢慢的 逐步啦 可能逐步我们才做 但是不是一下子就 就全部都是要他自己买单 大家这样 当然我们要符合公平正义啦 但是有些是我们整体性的系统 可以来帮忙的 可能也不一定要 一定要一直收回 那个 可能有时候也要整个 站在整体的立场 不过 那个 可能要考虑到 土法不足以自行 有时候一个法下去 让大家 在那边吵架也不太好 好 谢谢 他刚才是第幾条 第幾条 现在43条 43条 前面第一行有一个排气 那个有吗 我没有加 加上去 那个要加上去 然后下面的其费用得由汽车检验 还是要加排气检验会 汽车排气检验会 会够底 其家就按照43条 谁出来的 好 我们那边有意见吗 没有意见 我们要 43条 没有意见 好如果43条 各位我也没意见 我们就按照修正 行政案板的修正通过 第44条 第44条的部分 那44条最主要就是说 这个 汽车应该要实施排气 排放空气温暖的定期检验 那检验不符合第36条 的排放标准的检验车量 应该在一个月内修复 并申请复验 那这里头 事实上到最后 事实上是 会有讲说 我们要去 撤销这 会指这个相关的一个检验站 包括检验站 都是可以去做撤销的动作 所以这里头 规定的大概是 跟委员这边大概也都沟通过 大概委员基本上 他的精神都已经放入到院版的一个里头 所以我们就建议按照行政院版的条文 来通过以上报告 好 各位有没有意见 好 没有意见 我们就按照行政院案通过 第45条 第45条最主要是在规定这个移动污染源排放空气污染物的不定期检验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也授权我们去订定这个移动污染源排放空气污染物不定期检验的办法 这由中央主管就非常来定制 那这一部分已经纳入委员的修正意见 那是不是这一部分我们就建议按照行政院版来通过 以上报告 好 谢谢 如果委员没有特别的意见 我们第45条就按照行政院案通过 第46条 那第46条最主要是规定就是说这个主管机关 它是检测人员的包括目測啦 包括目视或是窑测 这个相关的一个使用中的车辆 那如果是超过标准的话 应该要通知定期之内要来修复 而且要接受这个检验 那这一部分人民的向各个机关来检举这个相关的一个车辆 就是被检举的车辆必须要依照主管机关的通知 以指定的期限内到接受定检 这个是大概规定这个使用中车辆的一个应行的义务 那这个我们已经纳入这个委员的一个版本里头做修正 那建议按照行政院版来通过 以上报告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第46条 如果我也没有特别在意见 我们就按照行政案通过 第47条 这一条是新增的一个条文 那最主要是在管理这个 这个只要是 灰发性的有机物的化学物化学制品要符合这个我们的成分标准 那当然这个有专丹进口的话不再此限了 那这个相关的一个灰发性的有机物化学制品的成分标准 就是由主管机关来定制 那这一条是新增的条文 那委员这边大概相关的提案的精神已经纳进去了 所以这一条是愿意 就是建立按照行政院版来通过 以上报告 好 谢谢 如果我也没有补充 我们就第47条 就按照行政案通过 第48条 规定的就是说这个主管机关可以 攜带证明文件是进入到公司场所去做这个检测 包括这个移动污染盐 那当然里头会包括它的成分标准都是放在这里头 包括化学制品的成分都是放在48条里头 那这一次是因为我们这个前面成分标准有相关的一个有机物化学制品的成分 所以我们把它放进来在这边做一个进一步的修正 那委员这边大概相关的精神 提案的精神我们已经把它拉进去了 所以这一条我们建立按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 以上报告 第48条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补充 好 如果没有发言意见 我们就第48条就按照行政案通过 第49条 第49条 最主要规定是在检验设定机构的一个相关的许可证的一个管理的方式 那这里头包括人员的一个资格的限制 还有这个许可证的一个发放的方式 都是在这里的授权主管集团去订定的 那这一部分已经参采委员的意见已经修进去到院版里头 所以建议按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 以上报告 好 谢谢 要各位委员还有补充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第49条就按照行政案通过 第50条 这个基本上我们有新的版本 因为这个是 有一些党团有意见提出来 所以我们就先进一步来出力 等一分钟 这一部分大概五十条的部分 这个相关的委员提出的意见还是蛮多的 那最主要是对于这个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要辅导这个固定污染颜的这件事情 那这里头会包括固定污染 还有移动污染颜 各种污染颜都有的 那有的委员是建议是说 这个要定期记录 要记录它的辅导成果 要提出这个改善计划 来送主管机关备查 那这一部分我们是建议就是说 做这样的一个修正 就是说 我就把我们修正的条文建议 这个念一下 这第五十条 各种污染颜之改善 由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辅导之 相关辅导计划及成果 应公开于中央主管机关指定之网站 其辅导之办法 由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定之 那是不是这条可以做这样的一个修正建议 这个看看 是不是看大家来讨论一下 好 这一条是时代力量党团有提案 那很感谢这个 环保署有提出这个修正的动议 我想这一条最主要还是 就是原来这个文字的部分 还是比较具宣示性的这种文字 那现在的调整之后呢 其实跟时代力量大致上的方向是符合的 就是你的就是你要去 由环保署要去独促这个相关的目的事业主管 他要去产出这个辅导的一个成效 跟要去公开的这个资讯的部分 但是因为时代力量的部分 他我们有就是特别要写说是在年度终结之后 三个月要提出改善计划 因为我们的一个想法是 在管理上面就是PDCA嘛 你做了之后你的这个成效的一个检查 是要及时的那这个检查之后 到底要再提出怎样的对策 他是有一个步骤的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在三个月之内 他这个目的事业主管器官 应该要做出他这个这个成效的一个检验 那提出他的一个改善计划 那接下来再针对他的改善计划 再继续去run 所以这个我们的一个精神上面 我们是希望他是有一个循环的 而且他是有一个固定的一个频率 那让这个目的事业主管器 他能够这样去运行 所以不知道环保署对这样的意见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 这部分我们是赞成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其实辅导是办法 这是有目的事业主管器定制 就是说我们把一些相关的 一些细节的部分 就放到办法里头去定 可能会比较好 副署长是不是有什么 副署长 你在直接说 沒關係 那是辅导的办法 那后面的部分大概是 因为你会牵涉到那个时间的部分 那后面可能还跟一些主管机关 再去协商 那现在可能是 好 就是说第一个 那个我想就是说 要怎么样改善 不要就是说可能每一个 不同目的事业主管 聚官的辅导的那个 的项目可能不一样了 我想那个是不是 是不是容我们建议说 不要什么就是一概做限制 限定在三个月内 那这个让我们在执法定定 比较有弹性 那第二个其实我们可能还是 那个叛请我们那个 实在力量党团这边 要不要再 就是说再想一下就是 像这个目的事业主管 去辅导各物来的改善 大部分都是用计划来处理 那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定一个 法规命令一个辅导办法 我觉得这样子反而会 那个更僵化 或者说他的那个 应变的方式会更 更慢 那像像我看有其他委员 其他委员类似这样的提案 大概就是说 确实需要去辅导 那辅导是不是用 那个计划来执行就好了 不要再 这个这一部分 因为真的每一个都不一样 而且从中央到地方 这样目的事业主管 都定下来 几乎每个 从中央各个目的事业主管 到各个地方 政府可能要定很多很多的 法规命令 这个辅导办法 我觉得这一部分 是不是我们建议 其实可以不要 就是用政府计划 用计划来辅导就好 目前经济部的部分 还是在配合環保署 空屋这个行动方案 现在已经有一个方案 那在方案之下 事实上每一个都有他的计划 在做一些执行 那環保署事实上也有一些 成效上的一些讨论跟列管 所以我们就是有个别的计划 一直在做 那環保署这边也有列管 那现在是 现在的做法是还可以 因为有成效一直在检讨 以上补充 所以副所长你希望你们 刚刚那个修正动议 那个辅导 之办法那边不要吗 你的意思是这样吗 我们判警 是不是这部分可以删除 我们就用计划 然后那个 就是说 之后执行的成果 要定期要检讨 要报到我们委员会这边 大院这边 或者到其中各个委员 我们都可以配合 但是那个三个月 也不要一概 就是说 因为有的可能 就是说每一个目的制准 或者地方政府的情况 不一样 是不是那个让我们 可以有更有弹性 可是如果你年度 执行之后 你没有三个月检讨 你后面修正 你又来不及去 重新去做 那你这样时间差 就整年都没有 在做新的事情啊 那个报文 其实以我们 就是说 那个 蔡总统上台的时候 像署长第一次 我们第一次端出来的 这个空屋自履 自履行动方案 一直到这个 后来那个 賴院长上任之后 进一步提的这个 具体行动方案 其实我们大概都是 以两到三年为期 比如这次主要都设定到 那个108年年底 那像这样子 其实那个 我们有三个月在 当然会在管考一些 那个进程 进度 但是以一年要来去修正 其实 因为有时候 没有那么容易说 以一年 尤其是第一年 它的那个 可能 因为还有一些 法规面的那个建构 所以它的旗程 本来就不会那么明显 所以因为 不见得是 因为我们那辅导的计划 真的就是说 改善的计划 真的不是都是用短期 一年一年 真的有的是需要 三年 四年 这样子为期啊 所以这不是就是 才判情说 可以让我们更有弹性的 来决定 好 那个主席 我们这一条啊 是不是先 再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再保留 再讨论一下 再沟通一下 好 謝謝 洪委员的 那个 喔 吴委员在 美女吴委员 在帅哥吴委员 好 剛剛 這個 贊戶署長提的 本期是 蠻支持的 因为本期的提案是 其实 在这样的辅导的 各部 应该说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都应该有 他自己的 这个辅导计划 那这些辅导计划 成果 然后公开在 中央主管机关 指定的网站 这个没有问题 可是 为什么要辅导 辅导应该是要 着重在 呃 怎么样让空污的 空污总量的消减 还有空污计划的改善 而且 我觉得是每年 要定期来检讨 所以我的 我的版本 其实谈的 比较是不是在 辅导办法 而在于说 怎么样在每年提出 一个空污 各部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自己提出一个 空污总量的一个 削减或减量 然后空污改善的计划 那每年来定期检讨 这个可能会更具体 而且是积极 而不是定一个辅导办法 到底要干嘛 这个办法定的 到底具体的行动是什么 应该很清楚的目标 是消减 总的空污的污染 总量的污染 你 有没有什么回应 好 谢谢委员的指教 这个 大概定这个 消减计划我们也是蛮赞成的 我们是蛮赞成 有一个检量计划 那这个看 目的事业主管 今天可以定到什么地步 因为 其实对我们来讲 这个 在这边可能不是在 处理这一个方式 这边只是在处理法条的部分 那相关的一个 它的一个辅导改善 目前都已经在做了 我们是 国营事业逐一去盘点 所以我们是盘点到很细的 所以目前我们大概都已经配合在做 嗯 所以如果都已经在执行了 为什么不可以放进去 嘿 就要看这个 各部会的意见 各部会的意见 如果是经济部这边同意放进去 我们还是没什么意见 是 经济部有困难吗 这样的文字 因为你们 这个就是具体的辅导的目标 就是要减量啊 这个部分还是配合行政院 就是环保组主政的这个 空气污染防治行动方案 这个部分 那每一项的下面的计划 事实上都有一个规划目标 可以减量多少等等 这个部分事实上我们有都报过去 是 也会看阶段性的一些成效 不过它的时程上 就没有办法说三个月或多久 我今天是每年 是是是 对 因为比如说来讲 比如说中火的这个改善计划 可能是到两年 一百零九年 来看能够减多少等等的一些计划 因为不同的计划 它的时程会有不一样 那是 所以 可能就是定期检查 检查 检讨 谢谢 赵伟以及各位委员 也谢谢吴委员这样的一个意见 在第七条 我们现在经过前两次的 前两 的这个委员会的讨论 主条讨论 我们第七条现在有一个 第一项的规定 就是中央主管机关 应定定空气污染防治方案 并应每四年检讨修正 所以说我们 当时就说用总统的任期 部位首长是政务官 要负起这个责任 譬如说我们就两年 我们鸿海减20% 四年减50% 这样来向委员会负责 也向社会负责 这样一方面和责任政治 不就能够衔接 那再来就像刚刚龚次长所讲的 以台中火力发电厂 这种大型的锅鲁 他就是定定一到四号机组 到一百零九年二月之前 甚至可以在一百零八年 明年底以前 要花92亿 因为像这样的话 他大的 他本来就在 环保署和各部会 在就是防治方案 就要求这个 那五到八二基础 继续在定 然后后面还加了 两个新的两个南京基础 那两个南京基础 做好之后 前面四个基础都要停下来 类似这整个 其实是因为很大 所以是不是可以建议 不要用三个月 这个是要和这个 我们洪委员说明一下 另外就是说 每年有困难 对 涡乳 涡乳现在就逐年淘汰 我们是进三年里面 这个气管线拉得到的地方 都在三年里面更换 所以有时候牵涉到物理条件的问题 但这个在第七条 已经中央有四年的 针对你们中央主管机关 这一条在针对的是 木地事业主管机关 你如果要让他一起都是四年 我没意见 但是应该是朝减量 削减的这个改善计划来走 应该这样才会一起呼应 不然那辅导办法 我觉得是空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在像 中央就是以環保署主政 来邀请各个部会 当时在说会上会通 就是说你以前要变下去 跟你说会通的时候 就是你以前九十一亿 再来一百亿 再来燃气技术要一千亿 你就要变下去 这是约束整个行政院 各个部会的事情 类似这样 这个中央的防治计划 是经院长核定的 是行政院会核定的 这个是各部会都同时动论 个人认为 如果可以不需要 因为这个现在已经全国 普遍关注了 普遍关注了 所以在第七条 已经有这样的行动方案 还是中央的计划 都透过行政院在核定的 那我们个人 我们部会当然是 每年一定会检讨 就以環保署 那環保署在执行 包括机车的台湾 包括过路的进度 和其他的相关目的税制 管制计划 其实是每一季 包括刚才说的 现在那种新售的 2035 2040年的电动车的计划 现在是不是 两个礼拜 三个部会就开一次会 因为很高很急 要让这个事情一定要成功 所以委员的期许 我们了解 但是是不是也给一些弹性 好 那这文字是不是 環保署 可以再修设一下 好不好 再演绎一下 大家再演绎一下 好不好 好 这条基本上没有那么大争议 对啦 没有那么大争议 这是规划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对 我知道 我们当然是了解 很明确的要规划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我们了解 很明确的要规划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好 好 谢谢 还有位 好 主席 各位先进 好 其实我们修改的是 不是针对架位计划的修正 我们是 因为在环保署执行空污计划 它每一年都会针对地方政府做考核 然后这些结果就是 空保署每年执行空污减量的结果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 站在立法院监督的立场 其实 环保署应该每年来跟立法院报告 空污减量的成果 这比较合理嘛 这应该我们要建议这个体制 这立法令也让监督行政院 或是环保署 减量的成效嘛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的思维就是 每一年 我们应该来跟立法院报告 你们该年度减量的成果 这要监督 不是要改变经格的减量计划 或是空污的控制计划 不是要这样 就是说你每一年 应该来向立法院报告 你这年自行的成果是如何 要监督 要监督 监督说这年制限了好还是不 当然我想你们报出来一定很好 一定很好 跟他报出来一定是好 当然让立法院以外来看 看有什么改善的地方 还是怎样做得可以更好 不是说要让最终的进步 但是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 站在立法院这个体制 我们就是要监督行政单位 你要让立法院 来给你监督说 你每年二成百这年这个 几十亿 几百亿 要做空污的减量 现在过去二十多年来 遇到空污的减量 今天空污的减量 大家在关心什么事情出来 就是一定 过去在立法院有问题 过去在立法院有问题 是什么 因为立法院没有好好的感动 所以我们应该建议这个体制 所以五十年我是建议要下落 就是说 有可能不是说年底三五月前 我知道每一款市考核 都是差不多年车 所以 但是你每一年都一定要 行政单位应该来向立法院报告 我们一年开展的节目 做空污减量 你的性格做得如何 有什么可以改善的地方 还是说怎么做得更好 要让民众了解 不然现在都有改善 但民众都没有了解 这样也不对 立法院很多人也听 做NGO的说法 也是第一次 这样也不好 所以我觉得每一年 法院部市应该来向立法院报告 谢谢 那个前面给委员回应一下 这个在環保署每季的 每个会期的施政报告 都要报告这个 必要是在安排专案报告 我想委员的这个是不能用附带决议 这条情形是说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本来是法的目的 是要要求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 那环保署就空污的整体的改善 每年要做报告 这应该的 应该的 这样是不是我们就用附带决议 到时候委员会 固定排 来专案报告都可以 那等于因为目的主管 一起嘛可以 就可以 就东西来做报告 好不好 我是建议是不是 就这个部分 我们用附带决议要求 因为委员一定 他都要做施政报告 这专案就空气污染 包括各目的事业主管的进度 改善的投入 都一并报告 我自己的做法 好不好 谢谢 洪委员 谢谢委员 好请 我补充一下 剛剛副署长有来沟通 那我是要针对 我們提出这一条的一个想法 再做一下说明 其实我们的这个法条里面 其实我们是针对整个执行的成效 改善计划 这两大部分 再希望说能够更明确一点 那刚刚副署长有来沟通 这时间不要去限制 但是我们有一个疑虑 疑虑什么 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他有他要去执行的计划 可是每一个计划 他当然有执行的成效 好跟不好的 那这些东西 我们到底怎么样去检讨 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那当然要让就是環保署 能够去督促他们 然后让他们定期的去 把这样的一个成效跟这个改善计划 要提出来 我要讲一件事情就是 锅炉的改善 那麦光中火这种大型固定的污染油 那麦光黑 因为那个可能要好几年去做一个计划 可是呢我们说经济部的这个锅炉的改善 从去年的9月10月我们就在追说 这个补助到底什么时候到地方去 好那到目前为止 这个都还没有下去 所以我要讲说 这样已经过了大半年的时间 都没有在做 怎么会有成效 那定的这个计划到底有没有做 没有人知道啊 谁知道有没有做 只有我们在追的人知道他没有做嘛 已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 那这些东西就是要及时去做啊 但没有做 環保署能够干嘛 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这一条把它定出来 很明确的是说 他每一年 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不管是交通部或经济部 要做什么事情 他到年度终结之后 他能够清楚的跟大家交代 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 那这些项目哪一些是有成效 我今年度我要再来换哪一些的一个工作项目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嘛 有的做不好嘛 啊你不好你又继续做 或是有效的事情 可是我一直都没去做 啊这 这对民众怎么交代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重点 是在这一条里面要去讲的 刚刚跟第七条 整个空污防制计划 那是不一样的事情 我要在这边再清楚说明一下 这一条就建议先保留介绍 我想 像封委员提的PDCA 他很强调这个部分 我想是计划很重要的精神要呈现 还有 減量的成果 这个有几位委员的关心 我想请 環保署再讨论一下 我们这一条就先保留 好 第五十一点 第五十 现在开始都进入到这个法则的部分 五十一条开始 五十一条是违反刚刚讲的三十三条的规定 那基本上他是有刑法的 就是自然于始的话 这五期徒刑或是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然后可以并科这个 等一下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们还是要有第四章法则这个张铭 大家没有意见吗 第四章法则 我们已经进入法则了 那我们就通过 接下来第五十一条 第五十一条最主要是刚刚这个三十三条 就是那个 就是因为意外的紧急应变的这一块 那这一块如果是他没有采取紧急应变措施 或者说不遵行主管机关 依照这个三十三条所定的一个命令的话 只要是致人于始的话 大概都是有七年 就是七年以上或是五期徒刑的一个规定 那至于危害的话 也是有三个六个月以上的有期徒刑 包括病科两千万以上的罚金 这个是对三十三条的一个 这个算是刑罚的部分 所以这部分 因为委员的意见已经都拿入参考 所以我们就建议按照行政院的条文来通过 不晓得委员还有没有其他的建议 没有的话我们第五十一条 就按照行政院案通过 第五十二条 第五十二条是规定这个第三十一条 第三十一条 刚刚是提到这个有关这个 就是蒙特罗议定书的一个 这个输出的一个管制的规定 违反这个规定的话 就是走私的话 是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而且可以并科罚金 这个条文 这个委员这边的精神已经把它纳入到 我们这个院板的条文里头 做一个修正 所以建议按照行政院的条文来通过 以上报告 好谢谢 如果没有委员没有其他意见 我们第五十二条 就按照行政院案通过 第五十三条 第五十三条的部分 这一条是新增的 那这条新增的 这个是说 如果是违反二十条 有害的一个污染物的排放 限制如果是超过一千倍的话 我们就把一些比较 这些危险抽象的把它具体化 那只要是超过一千倍的话 就是属于刑罚 这是刑罚的规定 就是他会有一个刑罚的处分 就是三年以上以下的有期徒刑 可以并科这个二十万到三百万以下的一个罚金 那当然这个 我们就跟委员这边沟通 大概 委员基本上也在赞成这个版本 那所以 我们建议按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以上报告 好 有跟陈委员沟通吗 那 好 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第五十三条 就照行政案通过 第五十四条 第五十四条规定的 就是申报不实的规定 只要是申报不实的话 做成虚为 就是 让主管机关做成这个虚为记载的话 这个就是 除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可以并科这个 十万到三百万以下的罚金 那这个也是 把委员的意见都已经纳入到修正条文里头 那建议按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以上报告 谢谢 谢谢 不晓得委员还有没有其他意见 没有的话 我们第五十四条就按照行政案通过 第五十五条 第五十五条 这个是对于没有空气困难防制设备 然后去或是说这个设备没有运作 然后产生有害的一个健康物质的话 就是三年以下的一个有期徒刑 那这一部分也是跟委员这边 大家也沟通过 基本上这个精神已经把它放进去了 我们就建议按照行政院版本来通过以上报告 好 谢谢 不晓得各位委员有没有其他意见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第五十五条就按照行政 等 请 请解释一下 先说明一下 好 没关系 五十四跟五十四都可以说明 基本上我们这个版本 基本上都是参考这个相关水务法的规定 大概是跟水务法大概都是 可是以五十四条来讲 其实不管是本席 或者是赖瑞隆委员 还有卢秀燕委员 刘建国委员 都是希望说 本席跟赖瑞隆委员 还有卢秀燕委员 都希望提高罚金嘛 应该到一百万以上五百万以下 你们现在是修成什么 二十万到一百万 这个相差蛮大的 现在是到三百万嘛 三百万 二十万以上三百万以下 因为每一个违法的情节不一啦 是不是容我们 就是说我们上限提高 但是下限还是保留 因为这样子可能 法院在适用那个 判决的时候 他可以按照每一个情节不一样 来让他 比较有弹性的决定 所以是不是我们上限 比如说从三百提高到五百 下限不要动 这样好不好 上限应该可以提高 是 上限我们提高到五百 同意 好 非常好的建议 从三如六 那就提高到五百 五十四跟五十五 五十五 五十五是不是也是比 比照办理 好 谢谢 好那就改到五百万 齁 谢谢 大家都非常的周全在考量 齁 那 第五十五条也 齁 就是按照 改成 按照行政案案 按修正通过 齁 修正通过 齁 修正通过齁 五十四五十五 都改成五百万 好 那就进入到第五十六条 那 第五十六条的部分齁 那这个最主要是规定 公司厂总 如果不遵行 这个 停工命令的话 负责人要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然后 并科二十万到三百万以下的罚金 好 那这个刚刚是 有修正要上限要改 是不是就上限还是改成五百万 如果是一致性的话 建议都改嘛 都改成五百万 上限就改成五百万 是 好 那是不是就按照 行政案案 就按照行政案版 修正通过 五百 改成五百 好 第五十七条 第五十七条 最主要是在规定 这个法人之代表人 或是法人之自然人 之代理人 或受雇人或其他的从未人员 那执行这个业务 换第五十一条到五十四条 五十五条 五十六条 之罪子 那除了依他这个 这个 除了这个行为人外 对于这个自然人 或是法人 也是要可以 十倍以下的一个罚金 是十倍以下的罚金 所以这里头 基本上已经参采委员的意见 已经纳进去了 那建议就按照行政案版的条文 来通过 以上报告 有没有什么其他建议 没有的话 我们就按照行政案通过 第五十八条 第五十八条 最主要是在规定 特殊性公卫区的开发者 他必须 如果是有这个下列情形的话 事实上是 五十万到两千万以下的罚环 他通知限期改善 限期 限期为改善者 暗自处罚 这里头是有关这个 违反十五条规定 所做一个处分 这个以上 已经委员的一个版本 已经把它放进去 我们修正的一个意见里头 所以这一条 建议按照行政案版条文 来通过 以上报告 不想要各位委员 有没有 补充 没有的话 我们就按照 行政案 第五十八条 就按照行政案通过 第五十九条 修正的文 有画给大家了吗 我们再画下一个修正的案 花了吗 那手上都有了 好 那就请看一下 你说明一下 第五十九条最主要是 这个违反三十三条的一个 行政法的规定 那因为刚刚三十三条 有修订了一个 就是没有确实执行这个 有害 有空气污染的一个 涂化事故的一个 紧急应变措施的计划 那这部分 我们把它放到第三款 就是第三款的要项里头 所以这里头就是总共会变成 原来这两款的规定 变成三款的规定 都是处分这个新代币十万 到两千万以下的划缓 这个 如果是委员 大家同意的话 是不是建议按照这个 今天 验版的修正版 来通过 以上报告 好 没关系 那个 王委员 五十七 谢谢主席 我想就是说针对第五十九天 要先报告 先说明 好 谢谢主席 我想就是说针对第59条 我的版本是希望改成 因令其停工或停业 但是呢这个的前面呢 是的条件是情节重大者 那我也希望环保署能够把 情节重大的定义 把它定得更加的清楚 因为呢我们现在就变得是说 如果是说是用德的话呢 还有前面是情节重大者 情节重大者也不清楚 然后呢停工停业的这个部分 也是一个模拟两可的情况 我认为这样子会让第59条的 那个力道会比较轻 所以呢我在想说 可不可以把情节重大的定义 把它定清楚 然后呢如果说它真的是情节重大 我们就真的要用一个 比较强制的一个方法 来要求它停工和停业 而不是是说它在这个部分 它有很多的模糊的空间 所以这个我希望59条 能够有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些的做法 谢谢 谢谢 我先说明一下 是刚刚委员的建议是情节重大 我们是把它放在96条里头 那大概待会会有关情节重大的规定 都是在96条里头去做处理的 那这边要去处理的大概就是 刚刚委员所建议就是说 要不要把那个德令改成是应吧 那我们是觉得是说 这一部分大概是 可能是所有的法令大概都是用德 它可以有一个行政才能的空间 所以我们还是建议 还是维持在院本的德令 其停工或是停业 以上报告 所以陈委员 第五十九条的部分 也加修在第五十九条的第三款 所以包括刚刚陈蔓立委员所指教部分 也在第九十六条有规范他情节重大 所以是不是委员的指教部分都有处理了 是不是建议修正用案修正后的这个版本来通过 好不好谢谢 所以情节重大在后面有定义了嘛 九十六条定义嘛 好那以第五十九条 我们先谈第五十条 中间如果 虽然有些已经通过 但是如果大家有意见 随时都可以再讨论啦 那第五十九条 署长呢 还有次长都有解释 班立委员 班立委员可以了 我跟你说 哈 一字幕立委员 發功耶,發功耶 我們休息 我看喔 休息五分鐘好了 好不好 休息五分鐘好了 已經好容易剩下後面一點點 沒有 我希望五十九條 先下面 這樣喔 先跳過去好了 先五十六條讓他們去討論好了 好了 那我們就不休息繼續好了 剛剛有沒有意見要再提出 沒有的話我們就要到第六十條 第五五十九條繼續溝通 那進入第六十條 跟委員報告 六十條的規定是 公司廠場主要違反六條一的話 是處兩萬以上一百萬以下的滑環 那如果是工商廠場的話 就是處新台幣是十萬以上 兩千萬以下的滑環並訂工 那這一部分已經跟委員大概有溝通過 委員的意見大概都已經參賽了 所以建議按照行政院版本 所以第六十條 承辦議員有同意嗎 對 那個第六十條 陳偉有沒有意見 你現在你說五十九 沒有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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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第六十條通過 就按照行政院案通過 那第五十條 第五十條 五十條要再溝通嘛 好 那就先再繼續溝通 下我們進行到第六十一條 請 第六十一條規定的就是說 一樣是違反第八條規定 所做的一個行政法環的部分 那一樣是這個兩萬到一百萬的情形 公司廠場是兩萬到一百萬 工商廠場是十萬到兩千萬以上的一個滑環 那這邊大概也跟這個委員溝通過 大家大概 原則上是精神已經蠟進去了 所以建議按照行政院版本來通過以上報告 好 第六十一條 第六十一條 那個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的話我們第六十一條 就按照行政院案通過 我們進到第六十二條 第六十二條 麻煩看新發的這一張 因為剛剛這三十三條有修正 新的修正版 因為三十三條有修正 所以要看新的這個 那是不是先處理五十九條 剛剛這個委員同意是按照院版通過 我看這六十六條要花一點時間 所以我們先回來 請大家同意 我們就回來五十九條 五十九條已經溝通以後 是按照行政院版本來通過 稱為可以了 好 那我們第五十九條 按照行政院案通過 修正通過 好 我們就進到第六十二條 請繼續說明 第六十二條 這個原則上是按照這個行政院版本 那我們會增加一個第八款的部分 這個請翻開到這個 今天的一個版本的一個 第八款的部分 就是違反三十三條第三項的規定 沒有定期提報空氣污染防治 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或提報之空氣污染 突發事故緊急應變措施計畫 未符合同條第四項規定 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令限期補證 而藉其未完成補證者 所以這個條文裡頭 事實上一樣都是 罰款就是 公司長手是兩萬到一百萬 工商長廠 就是工廠的部分 是十萬到兩千萬以下的一個罰款 一樣都是情節重大 都是可以命題停工或是停業 必要的時候 會指這個操作許可 或是勒令協議 以上報告 所以建議按照今天的一個修正版本來通過 以上報告 第六十二條 不曉得各位委員 有沒有意見 王委員請 那個有關於六十二條的部分 原來在國民黨的委員 包括江啟成委員跟賴士堡委員 他們特別都有提出 有關於五十六條之一 那這個部分 行政的版本我們是沒有看到 他們特別指出來的都是 如果違反前條第一項規定者 且其排放之空氣污染物中含有有害物質 因而置人於死者 要處這個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三億元以下罰金 至重傷者處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兩億元以下罰金 至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 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一億元以下罰金 他們特別是針對 如果他還是違反這個規定 排放物質 而且導致這個有些傷害 他這邊其實有一個加重處罰的規定 但是在行政院的版本 這個部分其實是都沒有提到的 這部分跟委員報告 這個是在五十三條裡頭去處理的 但五十三條沒有涵蓋這幾個 這是有害的部分 我知道你前面五十三條 有一個類似這樣的一個處罰規定沒錯 但你是只設定在一個緊急重大 那他這邊提到的 緊急重大是五十一條 那五十三條有嗎 有提到這個部分 這是有害的 他是把那個危險出向的定義 把它定義清楚 就變成是一千倍 等一下你五十三條你有涵蓋 那個他這邊指的是二十三條 二十二條前面的 就是他違反排放規定一樣 導致那個身體就是產生一些傷害 你說你的五十三條是 五十三條是在處理二十條 他只要違反這個 有害污染物的一個排放行為 所以有把他們的涵蓋進來了 對 這兩個委員 事實上是在這裡處理 有放在裡面 對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請務委員 就是這種有害空氣污染物 對人體健康危害這個 就像食品 到底有沒有害 那個因果關係都非常難建立 那法官都會很難判 除非真的緊急排放有害物化學物質導致中毒 造成健康危害 這個因果關係很容易建立 但是如果 以空氣污染物這種 慢性長期的危害 導致疾病導致死亡 那可以預期 就像食品安全 塑化劑吃那麼久 但是 還是很難 讓法官去做判決 因為證據的取得非常困難 怎麼去追溯二十幾年前 或是幾十年前 暴露到有害空氣污染物 這個是科學上非常困難的事情 所以其實當我們把法定得很嚴格的時候 其實只是一個好看 被拒一格而已 所以怎麼樣去充實 讓科學家能夠去收集充分的證據 來判決建立因果關係 其實會更重要 不然這個都突被一格 其實沒有辦法發揮作用 所以這方面 麻煩大家多思考 好不好 請問一下 剛剛市長你說的那個 你那個是要排放於千倍 對 對 但是跟他們 他們的 立法的精神 是不太一樣 先保留 可以的先保留 因為我們有兩個委員 都是這樣 好 那第六說 第六說條就先保留 先保留 整個保留在說 整個保留在說 那內容好好的檢視一下 好 那 我們就進行到 六十三條 請 妳要說幾個 不用 好 請 陳委員 好主席 我這邊我有提六十二之一 就是因為那個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 我們的排放的標準的這個罰則呢 是兩萬到一百萬嘛 那當然這個部分的話呢 其實我們 我是看到就是有一些的廠商 他們可能就是寧願被 被罰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他們的罰則 大概就是很低啦 所以呢 在這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才是想到是說 是不是可以讓那個 第六十二條 我加了六十二條之一 就是說 違反本法 第二十條第一項的規定 它 如果是說 違反的廠商 工廠 這個部分呢 它的罰則可以再提高一點 然後或者 然後就這個部分也可以讓他們來 讓他們停工和停業 因為我認為 二十條之一的這個部分 二十條第一項的這個部分呢 是還蠻嚴謹的 所以我希望在這個部分 能夠有一個比較嚴格的一個標準 特別說明一下 免得大家就定期繳罰款 然後呢 他們其實還是繼續的排放這樣的一些的污染 所以這個部分也請環保署能夠特別的考量 謝謝 是不是跟委員報告一下 委員所關心的 我們是在六十二條裡頭 事實上一開始的時候 是公司場所的話 是兩萬到一百萬 但是後面還有一個 就是如果是工商廠場 也是工廠的部分 工廠的部分就是十萬到兩千萬 然後是可以 情節重大可以命起停工 或是停業 大概都已經放到這裡頭 什麼叫做情節重大 還是按照九十六條的那個定義嗎 對 按照九十六條的一個定義 因為現在我們就是看到很多的廠商 對於這個財罰 因為可能在執行面的時候 都是採用一個比較便宜的這樣子的 比較低的這樣子的一個罰款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也會讓很多的人會感覺到說 其實對於廠商 那個投資那麼大金額的產業來說的話 他們可能對這樣的罰款 並沒有什麼樣的 特別疼痛的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部分的話 把六十二之一 希望也能夠一併的納入 因為剛剛委員所說明的 我們事實上是在六十二條裡頭 到底就把它放進去了 大聲一點 我聽不到你的聲音 對 剛剛委員所建立的部分 我們是在六十二條裡頭已經放進去了 所以我們在第一款裡頭規定 就是違反第二十條第一項的規定 這個已經放進去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說他們的罰款的部分的話 就是希望能夠在比較是嚴格的 這樣來執行 這個部分能夠落實嗎 這部分是可以 因為我們以後會定一個叫做裁量基準 在這個裁量基準裡頭 事實上我們可以根據它的一種 不同的一個排放量 或者說它的違反的一個程度的大小 來去訂定 它應該是要儲分多少錢 所以那時候這個 下限不是就只有下限 它可能一次唯有那個 就會比較高的一個花 對 因為你六十二條的這個部分 你幾乎都是屬於這種文書 行政作業的違反的處置 包括就是說它的紀錄 所以我認為是說 其實我們不是在文書的那個部分 而是在文書以外的這個部分的一個處理 所以並不是行政的裁罰 而是它在實際上的違反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希望能夠把這個部分 納入 這部分應該是裁量基準 我們會把它放進去 因為每一個事實上是 它違反的太陽不一樣 所以它的花質基本上是不一樣的 你剛剛二十條 那個是違反排放標準 那個會比較嚴重 所以那個基本上它的裁罰基準 會根據它的排放量 排放的程度 或是它有害的程度 來去訂定它的一個 一個花環的一個額度 所以那邊是由裁罰基準來訂的 那這邊實際上已經授權 這個已經訂下來 這二十條 二十條第一項的規定 這違反排放標準的部分 我們已經把它訂下來 所以原則上是十萬到兩千萬 是應該是 可以在這個額度裡頭去調查 所以他們就常常被一個 比較低等的一個罰則 他們就願意繳罰款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那個部分反而更加的便宜 事實上我們是要它的改善 是是沒錯 對 這個後面我們會訂 那個裂患的話 這個會逐漸加延 好希望列入考量 謝謝 好謝謝陳委員 陳委員的意見要列入考量 好謝謝 所以六十二條保留 現在就進到 六十二條現在 還要說話 有 有 可以學商沒關係 可以學商沒關係 其實 剛剛 曼力委員其實要強調就是說 針對那個寵物犯 要加重罰則 就是改一個文字 你寵物 你都罰不怕 這種一次在寵物犯 換這種罪 你都罰相同的 就可能沒有達到處罰的目的 那我們就加重罰則 那我們就加重罰則 可能在這個條文裡頭 可不可以改這樣的文字 就對這些寵物犯罪的人 加重罰則 對 這個謝謝委員們的指教 大家都用心良苦 就這個部分 吳委員和陳委員所講 他第一個 這個公司廠長 他的大小規模 有不同的 有說兩萬到一百萬 一個是十萬到兩千萬 有這樣的一個不同 再第二個就是說 你如果不限期改善 還要暗刺處罰 他一直累積的 當然說 一直罰到你 要蓋就對了 我想不可能 有人會說 會說一直罰 暗刺處罰 那是很嚴重 那是很嚴重 所以那個精神說 一定要把它處理到 等一下一定要更正過來 要改過來 我想這個精神 所有的法的體力 都這樣做了 比例原則來處理 是這樣 剛剛因為 就五十三條 王委員的部分 是不是一併說明一下 五十三條 要處理的部分 已經文字在處理 所以六十二條 不過不需要保留 五十二條就不需要保留 所以建議委員會 對六十二條 就建議照修正後的這樣來通過 好不好 謝謝 好 第六十二條的新的文字 大家 他在第五款裡面 有一個 第二行的第四項 要改成第三項 對不對 原來條文是第四 二四條的第五款 應該是第四就要第三 那你們這個上面是 就寫第四項 還有第三項 我們還有前面那個 那個 是保留啊 會录 那有 Ben 話的話 先通過以後再調整 先通過再調整好了 好 那就我們 謝謝大家這麼用心的討論 我們能夠多通過回來更精細的討論保留條款 也是大家的苦心 非常感謝 那我們第62條就按照行政案板修正通過 好 我們看第63條 第63條的部分 這個是排放許可的部分 違反24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是儲2萬到100萬以下的滑環 那如果是工商廠廠的話 就10萬到2千萬以下的一個滑環 那這邊大概這部分是國民黨黨團這邊有提案 是不是就先保留 好 那63條就先保留 好 那我們進入64條 64條 64條也是一樣 我們一起來討論好了 64條保留 64條也是一樣是保留 保留好了 第65條 第64條請說明 那65條最主要是違反第14條的規定 14條就是緊急應變的規定 採取相關的緊急措施 如果是違反的話 是儲2萬以上 100萬以下的滑環 那如果是工商廠廠的話 是10萬以下 2000萬以下的滑環 情節重大的話 得定停工或是停業 那這邊當然這個 違反禁止或是限制交通工具的管理辦法的話 是儲所有人是1500塊到3萬以下的滑環 所以這部分已經把委員的一些相關提案的精神把它放進去了 這一部分是建議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 那第65條 不曉得委員有沒有補充 沒有的話 我們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第66條 第66條的規定 這個是一樣 這個是我們是對於 有效率情形的話 就是包括違反36條 37條 規定的話 這個是 交通工具的話 就是儲所有人是1500塊到6萬以下的滑環 那通知限期改善 這個是交通工具的滑環 那製造商的話 這個是對於這個服飾條款裡的 我們規定的比較嚴重 違反36條的規定 每輛車是儲新台幣10萬以上 500萬以下的滑環 這是北一輛車 所以是一直累加上去的 並撤銷其車行審的一個排氣審的一個合格證明 那這個是這次這個新增的一個滑環的部分 那這部分已經把這個委員的提案都已經放進到我們的條款修正裡頭 所以建議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以上報告 好 第66條不曉得各位委員有沒有補充 如果沒有的話我們就按行 第66條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我們進入第67條請說明 第67條這個是行為法的部分 那原來行為法是5000塊以下 這個以上到10萬以下的一個滑環 那如果是工商場場的話是一樣是10萬到100萬 那這次我們是建議就是說 因為這是行為法 那行為法的部分這個 對一些這個比較比較弱勢的 我們是希望說這個可以把下限把它放低 下限是儲新台幣1200塊以下 那這個會跟慧清華是一樣的 就1200塊以下到10萬塊以下的滑環 那如果是工商場場的話是10萬到500萬以下的滑環 那這個是這次新修這樣的 那委員的意見我們已經參賽了 是不是這一部分我們建議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 以上報告 好 第67條不曉得各位委員有沒有補充 沒有的話我們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第68條 請說明 第68條的規定是違反第31條 第二項所訂的一個製造販賣 跟使用許可記錄的一個管理的規定的話 是處10萬塊到200萬以下的滑環 然後通知限期補證 那如果是不補證的話就是暗示處 情形重大得令其停工停業 那這一次我們已經把這個相關的一個 行政案的這個 另外一個建議大概已經把它放進來 那這一部分就是建議照行政案版的條文來通過 以上報告 謝謝 第68條不曉得各位委員有沒有補充 沒有的話我們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第69條有新的條文 請大家有沒有拿到 新的條文都拿到了 那請說明 這一次就是我們已經參照了一些委員的提案 我們把一個69條的部分做一個下列的處理 那我稍微念了一下 那公司長長如果有下列情形之一 則其處新台幣20萬以上 200萬以上之滑環 並通知限期補證或改善 藉其人為補證或完成改善則暗示處罰 第一 違反第34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或依同條第四項守定之辦法 有關專者單位或人員之設置條件及管理事項之規定 第二 違反第35條第一項規定 空氣污染防罪專者人員及健康風險不服專者人員 違反依第34條第四項所定辦法 有關訓練執行業務之規定者 除新台幣1萬以上 10萬以下滑環 必要時得由中安執管機關 並得會指其專者人員之資格 以上是對39條的處理的建議 這個是已經參財委員的意見 我們把它放進去處理 以上報告 好 第69條 大家有沒有 各位有沒有建議意見 沒有 我們就按照行政令案修正通過 第70條 請說明 70條最主要是在 依違反49條規定 有關檢驗測定機構的一個規定 除新台幣是20萬以上 100萬以下的滑環 並通知限期改善補證 如果未完成則暗次處罰 情節重大則令其停業 必要時廢止其許可或是樂令歇業 那這一部分已經參財委員的意見 已經納入考量了 這一部分是建立按照行政院版的條文來通過 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 那第70條 不曉得各位委員有沒有補充 沒有的話 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就第70條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請看第71條 請說明 第70條的第一款的最後一段的最後面露列規定兩個字 好 我們法治局果然是非常的細心 那就把這個規定補上去 可以齁 好 那我們第70條就按照行政案修正通過 第71條 請說明 跟委員報告 這是第71條 最主要是在規定規避妨礙或是拒絕1448條的檢查或是檢驗的話 或者說這個沒有這個沒有具備設施者就儲 新台幣是二十萬以上一百萬以下的華環 移動汙染鹽的話 就儲他的所有人是五千元以上十萬以下的華環 那這部分跟委員這邊大概也溝通過了 然後我們把委員的意見的一個精神已經納入到修正的條文裡頭 那這部分是建議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 以上報告 好 第71條 不曉得各位委員你們有沒有建議補充 好沒有的話 我們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第72條 第72條這個是新增的 新增的 這條是因為我們這個前面有在47條裡頭有規定 就是進口是販賣這個 含揮發性有機物質化學製品的話 如果是違反規定的話 那這裡就是罰則是十萬以上 一百萬以下的華環 同時限期改善 借期未完成改善暗次處罰 這一部分大概 委員的意見已經參財納入了 那建議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 以上報告 好謝謝 第72條規委員有沒有補充或建議 沒有的話我們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我們進入第73條 請說明 第73條最主要是在處理 這是違反三十九條規定的部分 那三十九條規定的話是它有關販賣許可的部分 必須要去做成紀錄 而且如果違反一些管理的事項規定的話 那一樣是處十萬以上一百萬以下的華環同時限期改善 那未改善暗次處罰 那這部分是調次變更 那這部分 委員的意見已經參財了 那是不是建議按照這個行政案版的條文來通過 以上報告 謝謝 那一併繳納 那一併繳納 那預期三十天衛生報則 就處新來幣一千五百塊以上 六萬以下的華環 那工商堂場的話就比較貴 是十萬到一百萬以下的華環 那這部分也跟委員這邊大概溝通過了 基本上委員的意見已經參財 建議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 不曉得委員還有沒有什麼其他建議 來 華治局 請上來 謝謝 高校委員 這裡面的那個百分之0.5的字納金的這個 法制用語上是寫成國字的0.5 國字的0.5 我們就按照華治局建議修改 謝謝 好 所以這位 所以按 那就要修正 好 那如果大家沒有意見 我們就按照行政案案修正通過 謝謝華治局 第七十五條 請說明 第七十五條最主要是在規定 公司場所如果依這個第十六條第一項 假納空污會 那有圍照變更或是其他短漏報的話 這個是相關的空污會的一個計算的資料 那可以依下類的一個規範來處理 那最主要是在這個我們是以兩倍的計算去應假的匯合 這是華兩倍的意思 包括移動員 包括營建工地 包括固定污染員 都是一樣 都是用兩倍的方式來計算 他是應該要假的匯額 那這部分已經把委員的意見已經都參採了 那我們建議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以上報告 好 謝謝 第七十五條各位委員還有沒有什麼指教 沒有的話我們按照行政案通過 我們大概等一下會進行到十五點半 那 沒有處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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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處理完喔 沒有處理完喔 沒有處理完 今天處理完整個少過一半我們就 就休息去做別的事了 去忙沒有處理完整個事了 這樣大家意見 要把... 一半三 一半三 沒有啦 明明我想說後面這裡 後面這些罰則 要不要 我說 一直到底 我說今天現在就走完 下午大概就不用來了 下午大概就不用來了 我應該可能半個鐘頭 請用餐請用餐 要上廁所自己去上 大概只有主席不能上而已 其他都可以上 可以帶你 那會撐住沒關係 那如果大家同意的話 我們就走完 讓下午大家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那請大家用餐不用客氣 那我們就... 得幾條 那75 75 75 75是結束了嗎 好那我們進到第76條 那76條大概是規定兩個 第一個是38條規定的有關 代速停車的限制的規定 那是儲這個... 汽車所有人 使用人是1500塊到6萬以下的滑環 那違反四十條規定的話 這部分是... 這是儲汽車所有人 使用人跟所有人是500塊以上 6萬以下的滑環 那這部分是跟那個 汽車的定檢是一樣的 就是汽車定檢它一樣是滑這個錢 所以我們大概是跟它是拉平 所以這樣比較一致性啦 不會說我們這個 光是排氣要滑的比汽車的那個定檢還要高 所以這次是根據這個去做去修正 這個委員的意見我們已經參採了 那這一部分呢 我們這個... 希望是按照這個M版的條文來通過 以上報告 好 各位委員你們怎麼補充 那如果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第76條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請進入第77條請說明 77條是違反四十一條規定 這四十一條就是遭回的一個改善的規定 那違反的話大概是 每輛車這個儲信台幣這十萬以上的一個滑環 那只要說違反的話 就可以去做處分的一個動作 是按每一輛的車子來處分 然後違反這個第二項規定的話 就是五千以上 兩二十萬以下的滑環 通知限期改善 那這一部分已經參採委員的意見 已經修正到我們條文裡頭 所以這一部分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 以上報告 好謝謝 第七十七條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請進入第七十八條請說明 第七十八條最主要是規定 違反四十二條跟四十三條 四十二條是規定這個 汽車車型省內的一個合格證明 這個合法的規定 四十三條是規定這個 交通工具排放空氣 的檢驗跟處理的管理的一個 事項的一個規定 那這一部分是處這個 新財幣是五千以上 這個二十萬以下的滑環 那這部分已經照委員的一個提案的精神 修正到我們條文裡頭 所以建議按照行政版本來通過 以上報告 謝謝 第七十八條規文有沒有什麼 建議 沒有的話 我們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我們進入第七十九條請說明 第七十九條是規定就是說 這個如果是這個不依四十五條 跟四十六條的第一項第二項的規定 來做檢驗 或是檢驗不合格 不符合排放標準的話 就是處移動污染源使用的所有人 是一千五百塊以上 六萬以下的滑環 那通知限期改善 那這部分已經照委員的規定 已經把它修正到我們這個條文裡頭 建議按照行政案版的條文來通過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我們第七十九條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建議 沒有建議 沒有補充的話 我們就 第七十九條就按照行政案版通過 市長你要不要喝個水 我說你 開始要黏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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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進入第七十九條請說明 七十九條已經說明了 八十條一定要 八十條請說明 八十條沒有依照四十四條來實施這個排氣檢測的話 就是除汽車所有人是500塊以上 15000塊以下的滑環 那這部分是我們有調降的 這原來是1500我們就把它調降成500 那這樣的話大概包括這個機車 大概都是一次就是足分500塊 那如果是沒有在一個月內完成復檢的話 就就會提高就到1500塊到3萬以下的滑環 那如果是在6個月沒有實施定檢的話 那借期未改善完成就3000以上 這逐步是加延 那如果是借期在通知以後 在借期還沒完整改善的話 就是會開始注銷它的一個牌照 所以最嚴重是到注銷牌照 所以這裡頭是對於車輛的管制 這個在這裡頭已經規定很清楚 那維吾斯四條第三項 是有關檢驗站的部分的一個規定的話 就除新台幣是15000塊到6萬以下的滑環 那這部分已經照委員的意見 大概都把它融入到我們這個條文裡頭 所以這部分就按照 希望建立按照行進的版本來通過以上報告 好 謝謝第八十條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按照行進案通過 進入第八十一條 請說明 八十一條 這個是對於沒有通知 沒有以本法通知限期改善前 檢具已經規劃設置緩衝帶 及空氣品質檢測設施 符合排行標準燃料成分 含揮化性有機物的化學物質品的一個成分規定 像這個主管機關來報請查驗的話 視同未完成改善 這裡頭是規定未完成改善的一個要件 那只要是沒有達到這個要件的話 都是可以一意處分的 那這部分 委員的意見已經都參採了 所以希望建立按照這個行進的版本來修正通過 以上 好 謝謝 第八十一條 不知道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補充建議 沒有的話我們就按照行進案通過 進入第八十二條 請說明 第八十二條的部分 這個是對這個限期改善或是限期補正的部分 那以九十天為限 那因為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的話 這個可以十五天內必須要書面 庶面旅遊來向這個主管機關來 來申請這個核定改善的期限 所以這一部分對於這個相關的一個公司廠總應該要改善的一個義務 大概已經在規定在這裡頭 已經規定很清楚 那這個我們也跟委員這邊也溝通過的 那委員大概基本上 大概已經都把它放置到我們修正的一個版本裡頭去 所以我們實際上建議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那第八十二條 不知道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進入第八十三條 請說明 第八十三條最主要是在規定是處罰 處罰在中央的話由行政環保署為之 在自家市縣市就由自家市縣市政府為之 那這部分大概沒有什麼爭議 所以建議按照這個原本的條文來通過以上報告 好 謝謝 第八十三條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建議 沒有建議的話 我們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進入八十四條 請說明 第八十四條是汽車所有人或是所有人 如果是拒不繳納划緩的時候 那就是由主管機關這個 移請公路監禮機關配合停止其辦理車輛的移動 那這部分這個委員的意見已經把它放進去 所以建議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 以上報告 謝謝 第八十四條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建議 沒有建議的話 我們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進入第八十五條 請說明 第八十五條就是說 依本華所處罰這個華環的話 他的額度要依依污染源的種類 污染源的項目跟程度跟特性 及危害的程度來採取 其違規情節對學校有影響者 應該要重重處罰 那這部分是採訪基準 由主管機關這邊來定資 所以這部分我們會 剛剛陳伯利委員的建議 我們大概都把它放到這裡頭去做處理的 那這部分委員的意見 我們已經精神已經放進去了 所以我們建議是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我們第八十五條 我曉得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建議 沒有的話 我們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進入第八十六條 請說明 第八十六條最主要是在不法立德的部分 這一條是新增的 那因此上我們大概就參考這個水無法的規定 我們就全部把它移換過來 所以只要是這個有不法立德的話 這個我們大概都是由中間主管機關 來定他的一個核算跟推顧的辦法 那這個要把它的一個不法立德的話 全部把它追回來 那這部分這個跟委員這邊報告 大概大家也都把他的精神已經放到 我們條文裡頭 所以這一部分是建議 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也感謝我們委員隊有提案 那行政案有把它修正 那我們是不是第八十六條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建議 沒有的話 我們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編名 張名 第五章負責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的話就通過 第八十七條 那要發一個文字 請大家參閱 今天發了一個文字的八十七條 大家都拿到 拿到以後就請說明 第八十七條的部分 就是說我們在依各級主管機關 依第十八條 第二項設置之特種基金 其來演出的第十六條 第一項徵收是空氣污染防治 為外應該要包括下列收入 第一個第九條 第一項第二款交易或是賣賣所得 第二個是各級主管機關 依前條追剿之所得利益 就是不法立德的這一塊 第三個是違反本法劃緩的部分提撥 有一部分是要提撥到空污基金裡頭 第四個部分 就是依本法科儲並繳納劃金 即因違反本法規定沒收 或是追剿之現金或被賣所得 這個也是應該要回歸到基金裡頭 一起來使用 所以基金來源屬於前項第二款 這第四款者 應優先支用於空氣污染防治用途 這一個是我們建立的修正版本 這個已經把一些委員的建議 我們把它放進來 那是不是建立按照這個修正版本來通過 以上報告 好 第87條 我們王委員 請發言 請 再來再吳委員 我請教一下處長 你這邊特別把前項第二款跟第四款 優先用於空氣污染防治用途 那原來的這個第一款就不需要 你這樣是更寬還是更嚴 就是說適用在整個空氣污染防治用途 本來基金不是就是應該都要用在 空氣污染防治用途嗎 那你可以把這個原來第一款排除 那個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它的交易或拍賣所得 這個不需要不需要納進來嗎 第一個好 這個是 刪掉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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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那個新增的第二項就把它刪掉好了 本來就如剛委員所講的這些 對啊 本來不是就是都應該要用在 空氣污染防治用途嗎 基金本來設定的目的就是這樣 好 那我們把它刪掉 第二項刪掉嘛 好不好 因為本來就都應該要用在 在這個用途上 好 謝謝 第二項刪掉嘛 我們安委員很厲害 看到是不是 那就把它刪掉 那委員請 不好意思 市長我看不見 就是說 這個基金來源 除以第二項跟第四項 經優先之用於空氣污染防治用途 其他還有什麼 其他還有什麼用途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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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主機出的意見 因為是主機出的意見 所以這個是主機單位的意見 因為空會民要專款專用 因為他們的兼職就交易跟開外操線這樣 會國庫 但是它是因為減少空氣污染 延伸的收入 是不是主機單位有先進在這邊嗎 因為是主機長之前 我們在空服法修法的內部延商 有關罰款的部分 那就是要 所有的東西 所有的法律這個部分都交國庫 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才有特別說有部分 為什麼第一項當時 當然王委員在追尋說 有這樣 現在我們認為就是 在第三款那部分 寫說部分提播 用部分來解決主機單位的這個意見 以上 主席各位委員 我是主機總署黃研究委員 那有以上就針對87條 有關那個罰款部分 要納入基金的部分 陳如剛剛署長也講了 一般這種強制性的收入 一般就是納入國庫 不會納入到基金來 我知道 那如果這樣寫就是 在院會的時候就有討論過 部分納入基金吧 不要先納入基金 再說優先用在房子 這樣措置邏輯上不對 就是說你應該部分提播到基金比較對 你不用整個都下去 因為納入基金以後 優先用在空污房子 要讓五位說 你空污會可以用其他的地方 這樣沒什麼好 這個文章裡面就刪除第二項 那其他就保證 這個邏輯上就是說 你可以補分納入基金 因為空污基金是要專款專用 你空污基金就不能優先用在 當時都有說明 所以現在改的部分 沒有已經把優先已經劃掉了 沒有這個 第二項全部拿掉 我們把第二項全部拿掉 對 好 那第二項整個後面這個第二項劃 劃掉了 第八十八條的部分 就是公司廠場場場所 如果具有二十四條第一項的一個 指定公告的固定污染 這個固定污染 矽於公告前設立的 應該以公告日期兩年內 以二十四條第二項的規定 來申請操作許可證 那這個是沿用原來的條文 那基本上委員的意見已經放進去 所以我們建立按照行政版的條文 來通過以上報告 謝謝 第八十八條 不知道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建議 沒有的話 我們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進入第八十九條 請說明 第八十九條 原則上是屬於故障報備的部分 那故障報備的部分 就是故障發生後一小時內 必須要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然後報備 然後二十四小時之內要修復 或是停止操作 那故障發生後十五天之內 必須要向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提出書面報告 那這個是一般來講 我們對於故障報備的一個相關的規定 這個 跟委員這邊大概 精神大概 提案的精神已經放進去考慮 所以建議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第八十九條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建議 沒有的話 第八十條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第九十條 雖然國民黨團有停議 但是還是說明一下 好不好我們讓大家有一個印象 我們禮拜三討論也比較周全 第九十條的部分 就是公司場所如果是有下列行為的話 經過向主管機關申請病經審查 合格子免疫本法的規定來處罰 包括消防演練 緊急防止這個傳染病擴散 或是燃燒受到感染的種植物 或是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的行為 當然氣象條件不利於污染物擴散 或是空氣品質有明顯惡化的趨勢 或是公司場所未依核可的內容 來實施者主管機關的令暫緩 或停止實施前向可可的行為 那這個部分是國民黨團有另外提出一個版本 所以這部分建議保留 以上報告 好請問委員 我想七十八條是關鍵條文 這個是連動到前面的第十四條 就是這次行政院的版本 他是要把這個天然氣的排放是沒有上限的 他在十四條他去增列這樣子的一個條文 所以他七十八條裡面 他再去增列一個條文說 請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行為免罰 這個是在幫十四條解答 那因為前面十四條 國民黨我們就是反對嘛 因為天然氣他也是會排放廢氣的 所以七十八條我們在這邊 我們也不同意就是要 還要另外開個後門說 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行為 那這個我們沒有辦法接受 所以七十八條 因為前面十四條也是保留 七十八條也建議並保留 謝謝 謝謝王委員 謝謝王委員 第九十條就保留 第九十條就保留 對 這九十條就保留 這原來的七十八條 沒關係 那個 讓大家有一個學生的時間 我們就 第九十條就保留 我們進入第九十一條 請說明 第九十一條的部分 這個是規定這個各級主管機關一本法規定所謂的檢驗及核發席證 應收起審查會檢驗會等證書會等規會 收會標準有中央主管機關 會上有主管機關定資 那這個部分委員大概都沒什麼意見 所以建議按照行政院版本通過 以上報告 謝謝 謝謝 不曉得各位委員裡面有什麼建議 沒有的話 我們第九十一條 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進入第九十二條 第九十二條 也有文字 第九十二條 我們有一個修正的文字的部分 有大家嗎 九十二條 有一個新修正的部分 很短的幾個字 幾行字 如果有的話 來 我們第九十二條 請說明 第九十二條 這個是空氣污染物受害人的 向各級主管機要申請鑑定他的受害原因 各級主管機關得會同有關機關查明原因以後 令排放空氣污染物者立即改善 受害人並得請求適當的賠償 那這個下面的條文 最主要是拿掉 最主要就是說 因為後面的話會進入到公糾法的程序 後面已經進到公糾法的程序 公害糾紛處理法 那裡頭事實上對於一些 相關空氣污染物排放所產生的一個受害者的話 大概以公糾法就可以去處理 所以這部分就把它拿掉 那當然除了公糾法程序之外 另外在民法第191條 就是第三 191-3條裡頭 事實上是也規定了很清楚 就是說相關的一個 局限責任環轉的部分 已經在那裡頭已經有規定了 所以這部分就是說 建議全部都移列到空氣 這個公糾法裡頭就處理就可以 這邊就把相關的其他的一些東西 就把它拿掉 那當然這裡頭有些委員事實上是有建議一些條文 那因為很多東西事實上是在公害糾紛處理法裡頭 就處理的規定 所以我們是建議說 這個92條這很單純 就是申請鑑定 然後有這個污染的原因的話 就要立即改善 並且可以去請求適當的賠償 所以我們是建議今天 新發給大家的一個修正條文 來通過以上報告 說明得很清楚 那不曉得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第92條就比較單純化 就按照這個修正的條文 那我們 OK 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第92條就按照行政院版修正通過 第93條 第93條最主要是公民訴訟的條款 公民訴訟最主要是針對公司場所 如果違反本法 或是本法授權所定定的相關命令 而各級主管機關屬於執行的話 那受害的人民或是公益團體得序名 這個屬於執行的具體內容 以書面來告知各級主管機關 所以這裡頭是這個我們叫做公民訴訟的條文 那這一次就是做一些這個局部文字的修正 所以我們建議按照行政院版本來通過以上報告 好 謝謝 第93條 各位委員有沒有 來吳委員請 蔡處長 因為剛剛講的條文不是很明確 那現在就是有一些公民團體認為說 其實政府機關 尤其在空屋相關的資料 如果公佈 要求公佈 那如果地方政府或相關機關不公佈 那是不是一直要求都不公佈 那是不是能夠給NGO有訴訟的機會 還是怎麼樣 因為這個法條沒有寫得很明確 所以這方面 不曉得 處長您覺得在法律上應該怎麼賺協會 比較明確一點 就是說資訊公開 如果相關單位都不願意資訊公開 那一直在要求或請求都不公開 那應該怎麼處理比較好 其實我們的空屋法裡面有一個 有比較比以前比較進步的那個資訊公開的相關規定 如果就是說一般如果資訊公開 那個人民請求政府機關沒有理由拒絕 那個大概就是依照政府資訊公開法來處理 那我們這次空 那個是第一條 我們這次空屋法 35條裡面已經規定的把公資場所申報的資料的話 我們已經要求主動要去公開 像以前那個操作許可證的相關資料啊 或者像日月公安那個停工在復工的那個復工申請資料 我們現在都已經直接明定直接公開 不用讓人民請求 那這一條的那個公民訴訟條款裡面 一般NGO如果想要針對認為說 中央或地方政府有待遇執行職務 都可以透過書面告知再提起說 資訊不公開算不算待遇執行職務這樣 只要是法律 像現在35條明定它有依法有公開的義務 它不公開就是屬於待遇執行本法的義務 這樣就清楚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行政單位說明 那我們第93條就按照行政案通過 進入第94條 請說明 第94條就是說 規定民眾得益事實或選定證據資料 向主管機關檢舉公司場所違反本法規定這行為 或使用中汽車排放空氣污染物的情形 那前向檢舉及獎勵辦法 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資 那這裡頭被檢舉的對象 如果是公司場所的話 那划緩了一定的金額 會以實收的划緩總金額的比例來提供獎金 來獎勵檢舉人 這一部分 而且在最後一項規定說 檢舉人的身份應該要予以保護 這個是對於這個檢舉 有關檢舉的一個獎勵的部分 那這一部分已經把委員的意見已經參載進來 所以建議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來 我們請陳委員 曼莉花言 謝謝主席 針對第94條 我這邊的文字是人民或團體 因為呢 在我們的這個前面都講到是說 公益團體 它其實是在我們這個裡面 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在我們現在行政院的版本 只講到是民眾 那我是建議就是說 把那個民眾呢 它其實是包含了人民和公益團體 那我認為這個部分把它明確化 然後讓這個團體在這個部分呢 也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檢舉的行為 以上 第一行是民眾或團體 民眾或團體 人民或團體 人民或團體 好 那就修正為人民或團體 人民或團體 好 那第94條 大家就按照行政案板修正通過 第95條有修正動議請先讀 第95條修正動議 第95條修正動議 公司場所不得因空氣污染房子 專者人員或其他受僱人 向各級主管機關或司法機關揭露 違反本法之行為 單任訴訟程序之證人或拒絕參與 違反本法之行為 而於解雇降調減薪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公司場所或其行使管理權之人 為前項規定所為之解雇降調減薪或其他不利之處分 公司場所至空氣污染房子專者人員 或其他受僱人 應第一項規定之行為 受有不利處分者 公司場所對於該不利處分 與第一項規定行為無關之事實 負舉證責任 公司場所至空氣污染房子專者人員 或其他受僱人 曾參與 依本法應付刑事責任之行為 而向各級主管機關揭露或司法機關自白或自首 因而查獲其他證犯或共犯者 減輕或免除其行空氣污染房子專者人員 或其他受僱人 應第一項規定受有不利處分者 各級主管機關應提供必要之法律輔助 前向法律輔助之申請資格輔助範圍 審核方式及委託辦理等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提案人委員 蔣萬安聯署人委員王玉敏 邱太元 宣讀完畢 95條最主要是吹哨子條款 我們大概是已經把話去知道 處長先說明一下 來請蔣委員發言 大概這一條 我們大概是已經盡量參照委員的意見 把它修正進來了 所以今天有一個新發的一個版本 是在這裡頭 是已經 趙委員的意見 第95條有新發的一個版本 請大家參閱 江委員請 好我想第94、95是關於吹哨者條款 那我們其實在 剛剛審查這麼多的罰則 那其實很關鍵 就是要找出不法 我想整部空污法最關鍵就是說 我們希望在很多這些 不管公司場所這些工廠 它有不法的情勢 我們才能透過空污法相關的罰則來處罰 那也很高興看到環保署這一次提出 包括前面那一條94條 關於檢舉獎金 增加吹哨者條款 這樣的一個制度 就是希望鼓勵民眾或企業的員工 能夠勇於揭發很多不法的情勢 然後也彌補現在 我們主管機關 機查人力的不足 所以 那 這一條我覺得包括 其中第四、第五啦 包括舉任責任啦 包括 如果自首 減輕或免除其刑等等 那 食物上面 我接觸到很多 事實上 企業內部 這些員工也好 或是一般民眾 他為了要檢舉或舉發 他面臨到很多 壓力 也就是說 吹哨者會 面對被吹哨者 很多這種報復的行為 他可能面對的是法律訴訟 可能面對的是 很多包括 不利的處分 解雇 停職 調職等等 所以後續接下來會面對 就是一連串冗藏的訴訟 所以這一部分 我在之前第18條 原本希望說 能夠空屋基金 提供這些吹哨者 一定的法律輔助 因為很多的員工或是民眾 他因為擔心 後續面對 一連串的這種 司法訴訟 或者是 這種不利處分 他必須要來捍衛自身的權益 自己提起訴訟等等 那在考量到 可能自身的經濟能力不足 面對龐大的訴訟費用 他反而就退縮 不敢舉發 所以這一部分 我希望能夠加入一項 就是說 必要 提供必要的法律輔助 那相關申請的資格 輔助範圍 審核方式 環保署可以在執法來訂定 那我想請教處長就是說 現行 你們對於這些吹哨者 或說如果檢舉 除了正向 給他檢舉獎金 那面對龐大的壓力 或是他可能衍生的訴訟 有沒有給予一定的輔助 跟委員報告 這個法律輔助的部分 我們是在 在公開糾紛那裡 實際上是有法律輔助的一個項目 那也沒一點有變的預算 然後可以去做這一方面 每年有編預算 對 每年也有編預算 公務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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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那如果現行都有在做 那這一部分 就把它入罰 那18條來處理 18條 這一部分可能 我們是要到18條裡頭來處理 18條 18條就是它的一個 基金的用途的那一塊 18條是談基金啊 對 在這裡頭是嗎 好 那個 好 那個 剛剛我們跟署長交換意見之後 我想這一部分 我們就 那個法律輔助這部分 就同意在這裡列進來 沒問題 好 因為我覺得 即便是一個宣示 但相關辦法在執法定義 至少 讓這些 我們是要鼓勵這些吹哨者嘛 他勇於出來檢舉 勇於揭發 這部分就是說原則上 我們現在就是 那個 按照剛剛講委的建議這樣子啦 但是細部執法的部分我們可能看 就是說原則上 一開始我們這個補助 給法律輔助都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後來 他有巨額獎金 我們再思考看 可不可以再從裡面再扣回來啦 或者說直接就給 這我們 我們就是到那個 那個最後一款的那個 最後一項的執法 我們再來研議這樣好不好 對 所以我的版本也是 就是相關的細節 你們在執法 研議 然後擬定 至少這一項 我希望能夠加進去 好 就是說 您建議真的這兩項 我們都把它加進來 好 文字有沒有要怎麼 第95條 文字要怎麼修 讓他們回去 研議禮拜三 所以這個要那個 不是 我們說那個 就是執法的內容 我們在研議啊 就是因為 母法你沒有要 母法的內容 母法就是 這兩項加進來嘛 因為 最後那一項 我就是說 授權 在母法裡面 就相關的 付出範圍 審核方式 申請資格等等 環保署你們去研議 在執法定定 但至少這邊 母法有一個授權的依據 對 我們就可以 文字上 是不是現在就可以加進去 可以 文字上再研究一下 因為包括實安法這些 我們現在都比較 一致性好不好 那這個是要先保留囉 好 那就先保留 還是拜託大家 我們討論過的 就盡量記起來 到時候不要再重複一直講 那 陳偉你要 請 陳偉請 謝謝主席 那個95條的這個部分呢 我想基本上 剛剛已經有在討論有關於法律輔助的部分 因為我原來是在95條之一 有納入到法律輔助的這個區塊 所以我想說如果到時候我們就是環保署那邊在重複法條的時候呢 那我就把95和95之一把它合併在一起 好 謝謝 好 請 請把大家的意見參考 那我們這個案就保留 再來進入96條 96條也有文字嗎 今天單張的部分 手上都有了 有的話第96條請說明 第96條是情節重大的一個相關的規定 那我們總共列了七款 今天那個最主要是委員有一些建議 所以我們就是把委員的意見把它納入到後面兩項 第二項是各級主管機關應公開依前項規定認定重複重大的公司場所 由提供優惠待遇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該法律之主管機關停止 並追回其違規行為所屬年度之優惠待遇 並於其後三年內不得享受政府之優惠待遇 前項所稱優惠待遇包括中央或地方政府以法律或行政行為所給予該事業獎勵 補助捐助及減免的租稅租金費用或其他一切的優惠措施 這個原來我們沒有把它放進去 最主要是因為其他的一些相關的一些法律體頭已經有規定了 那既然是委員有建議我們還是可以把它擺一擺回來 所以我們就把這兩項再把它擺回來 以上報告 按照今天的修正條文來通過 以上報告 謝謝 第96條各位委員還有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的話我們就按照行政案板修正通過 然後第97條請說明 第97條就是依這個規定它停止或是停工以後的一個復工的一個申請 跟試車的一個申請的部分的規定 那這部分就是必須要經過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以後 才可以使得恢復操作或是復工 整個試車跟評鑑及管理事項之辦法 由中方主管機關定之 那這部分已經參與委員意見 把委員的精神已經拉進去考慮 所以我們建議按照行政案條文來通過 以上報告 好 那第97條各位委員能不能補充 沒有的話我們就按照行政案板通過 進入98條請說明 第98條是這次新增的 那這一次也是 因為很多委員大概是有反應到就是說 他公司場所他如果是要提出試車計畫 應該要資訊要公開 所以我們在98條裡頭規定就是說 他只要所提出的試車計畫 必須要登載在中央主管機關 我們所指定的公開網頁來跟民眾來查詢 然後對這個主管機關所為前條第一項核准前 應該給予利益關係人或是公益團體表示意見 作為直轄市親自主管機關核准參考 那以會議方式來審查 會議以後應做成會議紀錄 並公開登載於中央主管機關指定這個網頁 那這部分我們已經把委員的意見都已經參與進來 所以建議按照行政版本來通過以上報告 謝謝 第98條 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意見 沒有意見 我們就按照行政案版通過 第99條 請說明 第99條是規定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資 那這部分內容沒有修正 所以建議按照這個行政案版的條文來通過以上報告 謝謝 第99條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按照行政案版通過進入第100條 第100條 就是本法公佈日實施 那這個 蔣萬威委員這個有提出來這個一個落日條款 我們把它擺回到這個第14條裡頭去做處理 所以第14條裡已經處理過 所以這部分就是很簡單就是本法公佈日實施 我們建議按照行政案版本來通過以上報告 好 謝謝 那請問第100條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補充 沒有的話我們第100條就通 按照行政案版通過 是不是有53條要 我們可以再追溯看看處理一下是嗎 因為如果討論差不多可以稍微結論一下 那我們會看到第53條是不是 53條這部分跟主席報告 就是說後來就是剛剛那個 王玉民委員他們在提案本來他們 就是說黨團有一個56條之一 有一個加重結果犯的處罰 那這邊後來跟他們協商整合就是說 那個62條他們每一間那53條 他的加重56條之一的加重結果 我們把它整併到本來已經通過的53條的第4項 那這邊剛剛跟王玉民委員也討論過 他對這個文字內容沒有意見 所以 你來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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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唸一下 你先唸一下 53條最後一項是 排放有害空氣污染 超過第20條第二項守定標準 因兒至人於死者 處無期徒刑 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得病科 處 新台幣3千萬以下 滑金 至重傷者 處3年以上 10年以下 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2500萬以下 滑金 至危害人體健康導致疾病者 處6個月以上 5年以下 有期徒刑 得病科 新台幣2000萬以下 滑金 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 少一個物質 這個再把它加回去 第53條 排放有害空氣污染物 超過第20條 第二項守定標準 來 主席 這個部分就是 提案委員 我把這個版本再讓我們看一次 原則通過 原則通過 原則 我這邊覺得OK 但提案委員 我讓他再看一下 再確定一下 原則通過 然後再確認一下 你不要再確認一下 來 吳委員 對 最後這一項 就是說 致人已死 我顧愛死 等多久以後死亡 要等多久 馬上立即死亡 隔一天死亡 隔十年死亡 隔20年死亡 聯合關係這就很快 聯合報 就是很難判斷 因果關係 除非立即死亡 除非你中毒真的 因為他大量排放很快中毒死亡 那其他的就很難 因果關係就難以判斷 所以這裡就是要寫得很明明 我這個有爭論 這容易有爭論 我想因果關係的判斷 像是中毒 你就農友官 你噴農友 那最好判斷 立即中毒死亡沒有問題 不過這跟法官就判斷 所以這個措施上建議看怎麼寫 文字上我們可以再想 不過因為這個 第一個當然這是有害空氣污染物 所以如果他有吸收過量的話 可能在因果關係判斷 可能比一般的像PMO等 可能相對是容易判斷 那第二個當然個案的部分 有爭議其實徵送 最後當然是由法院來判斷 那現在因果關係的理論的進展 已經開放到蓋蘭系英國 靈魂的流行病學 現在刑法正在修 已經把這種已經在改了 就是只要有汙染 可能就要判斃了 現在刑法我記得幾個禮拜前在修 有好幾個人提出類似的法案 就不要很具體的到死亡 因為英國關係很難判斷 很難建立 所以最後法官就不了了之 那這樣對受害者事實上是不公平 我們也知道 所以在刑法上100 我記得日昌刑法第幾條 1907已經在修法 他就尊重環保署對污染的定義 他裡面已經改了 所以這方面可能 這個委員的提醒 這個是非常的有道理 所以說為什麼說各種不同污染 譬如說煙害的導致肺癌這個部分 大概是目前流行病學研究最特地 這個主席也是非常專家在這裡 那個是幾萬篇的 這樣的一個相關的研究報告 做了多久 所以我們看到那種對於 製焉公司的球場動作 都幾百億幾十億 那就是因為很具體的 那像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一定是個案在處理的 到時候要爭議的時候 我們相關的需要補足的部分 後面再來 這個是一個精神的宣示 我們知道嗎 了解 公衛的 你香菸那個幾十年的研究 才 阿羅里說像這種判別 要不要幾十年 因為包括在日本很多 很明確的環境污染 受害者的受賠 都訴訟幾十年 所以 才最後才 沒錯 所以這個立法的 過程的討論到時候都是 法官在審奪 他要採取怎麼樣的一個 一個判別判斷的時候 他會做參考 我專家的意見 專家的建立因果關係 法官就很簡單 那 和專家學者就很難 建立因果關係的時候 那 那個就很難的 對受害者 我們知道是不公平的 所以在 在這裡就是 我們要不要去參考一下 刑法的190條 正在修法的方向 沒有啦 你如果是刑法的部分 就是到時候 這個法官 他當然去參考 然後就還要 導致這個死亡的原因 是間接的 是直接的 是怎麼樣 間接殺人 直接殺人 都不一樣 故意殺人 而不是故意殺人 我相信 這個部分 我們就尊重法官 好不好 如果我們看許錯國小 到底律以西 對小孩子有沒有影響 那些情論 都沒有結論 你了解啊 所以那個要去 要不斷地 做更多研究 來提出 沒有啦 沒有 我想像這樣 看五位委員 具體要怎麼改 你看對決書 要怎麼改 我們又說 但這個部分 是很恐怖法的部分 的精神 法官也參採很多其他的 超過看多少 或是 我看這個部分 汙染超過多少 那你說的 那如果沒有親像 煙害 那個研究 這麼簡單 已經說服了 包括他的病理 病理的研究 流行病毒研究 各項統計 導致大家 這個社會信服 所以現在在這個煙害的 相關的訴訟完了之後 大概沒有人 會有爭議嘛 所以你說這個部分 你的提醒 我是很支持的 但是很難聽的啦 那個部分 好嗎 我們待在這裡 留一個發言的參考 謝謝 我想吳教授講的 那個很有意思 不要到最後 沒有一個專家敢判定 你這個英國關係 大家怕就怕死 那個沒有那麼簡單 那就可能 我們 這個要 那請那個 五三條 就請那個 再去看看要不要修正 那我們禮拜三再來確認 還有哪一個 附帶協議 我們都禮拜三處理 附帶協議 我們都禮拜三處理 周三上午九時 繼續開會討論 法案名稱 保留條文 及附帶協議 今天非常謝謝大家 我們休息 謝謝 好 謝謝 非常謝謝 不用好 謝謝 可以 任務 有精采的 恭喜恭喜 至少有這個部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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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現在轉到